南港三系跟俄國三系 那這一份就是說 這幾年每年火山區公所他會辦茶屬集 就是我們文山區是全台北市立足屬集最多的 所以在民國七十幾年就辦了立足屬比賽 然後後來就是把它變成特色 所以每年的四、五頁最後會辦大餐 所以說那每年大養他辦民宿 所以今年有不一樣的東西跟去 所以他就請我設計兩步道的職業 那這個叫我一條小東西就是 全台北市第一條文學部道 我們爭取得很多的職業 那這個是這個禮拜才印象 所以我想說這鞋子只能這陰天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就想待會跟大家分享 那等一下也會講做一下這個大概的分享 因為我用PowerPoint 那可能就是說沒辦法帶大家到現場去 因為就是工程是近自賣工程跟完全的神代工程 那有做一些比較 因為有時候沒辦法兩個同時同時在地做比較 所以花了2001年到今年就花這麼多 那我本身在社區大學今年紀錄第16年 那文山區其實是一個非常福 應該說身材非常豐富 因為它極度蠻高的 所以說可能大家 全部都不是住文山區喔 你住哪裡 官方醫院的景美 對 還沒過四段 對 文山區以前的景美木柵是在再興中學合建的 那邊是兩座山聯在一起 招開以後 再興中學是四段以後 就是木柵 那這邊就是母運河的景美木柵 所以最低 所以說 在景美西的右岸就是南朝三系 左岸就是各國三系 所以很多 大部分上次我們 從到我們來做那個綠點 其實大部分我們 左岸的山都是綠色的 所以那個綠色就不需要太多規劃 那政治大學就是剛好在西邊 所以他們沾淹水 那也是為了這個 就是在 有一條溪在他們學校造成很大淹水 所以下次有機會去正大 就是一個水池 那個就是以前在女生的 因為淹水嘛 女生要把一些東西摘出來 那當然有水池也比較好看 畢竟就是說 如果用一個橡皮點也蠻奇怪 波辣造型的橡皮點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等一下可能下一節課 再講 那這藏捷課就講一個概論 跟前面現在最夯的 應該今年那個魯冰灣開了 大家有沒有去 都沒去齁 今年是開的特別 因為每年都去嘛 那我也是 特別是光榮寵播局的專案解說 就是像貓欄開了以後 第一年開 然後就帶所有的 局長還有記者 訓練了一批解說員 剛開始還隨車解說 就是說 因為剛開始 他都不知道去哪裡玩 貓空那麼大 到底貓空在哪裡 大家都想說貓空到底在哪裡 那貓空其實很大 就是 只要你搭那個小時工車或中時工 隨遭隨停的地方 都是廣義的貓空 就是整個指南你跟老全你 那比較狹義的貓空就是那一段 大洞西的那一段 那我們等一下看那個大洞西的上游 就在二個山 就是雪山上面的北起 所以說 第一年就訓練了一批解說員 就是上游泳公車 然後就有一個解說員 就跟大家介紹現在開到哪裡 可以下去走什麼地方 可以看什麼 預算一結束了就沒了 現在你再去看貓空就覺得很亂 就是你的台灣人就是到處都在亂擺 那比較可惜就是貓空一直都是保護區 他沒辦法做任何建設 所以保護區當然就有很多限制 那限制好像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 所以你平常看跟假日看真的非常不一樣 連我現在擺 很多人跟我說他們不太想去貓空 我說其實連假日我都不想去 可是假日有時候不得已要帶不動 人山人塔 可是你就是發現他們通然空間都不曉得 但是說去吃兩根香腸 他們就下山了 難道我們這裡只值賣 做你兩根香腸嗎 對不對 另外這學姐拍文山群就提出一些討論 然後我們要寫個報 每個人都要寫一個資料深度的報告 然後要上傳 所以以後你們要查什麼文山區的一些資料 就上文山群網站就可以查到 那這個你先留著 等一下下節課再給大家分析 好今天特別用這一張 因為好幾天呢 這今年就是一直都陰雨 難得看到這麼樣的天空 然後接下來可能也進入梅雨季節 所以我因為我從小在北港長大 那我家是種田放牛 今天忘記帶牛車駕駛來給你看 那我是民國五十年次的 所以我曾經當過什麼 國語推行人 為什麼我不太會講國語 什麼都叫國語推行人 就是那時候不是政府 國民政府要不能講台語嗎 那就是要有一個 其實我的台語講得很好 國語講不好 可是老師就隨便抓一個 然後就是比如說你 你講那個塔豬 好 你就要花錢了 所以我就是抓很抓 可是其實我常常 我也不會講 譬如說鍋子要蓋起來 我就不會講什麼叫蓋起來 我就跟他說 蓋不起來 然後我自己就被抓了 所以說 我們那時候還有國語推行人 不曉得你在北部有沒有 那所以 那全村都講台語 我們很少來講國語推行人 對不對 而且父母親也不認識字 所以我出去常常常說 有一次到板橋吧 我那個會場四百多人 我第一句話說 今天要說台語的說什麼 那因為那邊很多都像 就是年紀比較大 那我就說 大家都說講台語比較好 好 就全部三個講這個講台語 這樣子 不過有些像有些昆蟲 台語好像北部的台語 跟這邊很不太一樣 也不會講人家 阿公阿嬤要幫我講 所以說很多東西就是 我在北港是 三百六十天幾乎都看到這樣台語 可是來台北以後 高中上來台北的時候 就發現為什麼這邊老師在下 很難得看到台語 而且很悶熱 那現在才知道這是盆地 熱到效應 那以前嘉蘭平原你看都是一望無際的 那國中畢業 我們家從來沒關過 全村如果丟了一隻雞射屋 很重大的事情 我們家以前有偷跑的 又常被我爸出發 然後就跑到人家家裡去 廣播三星拜大家都出來找朋友 那個事情是就是說 是這樣 你這樣在台北 對面都不認識 所以說你看 這片雲跟那片雲可以飄融合在一起 你懂美 所以你看 如果說你是 我是天空的一片雲 那你可以自由好想 好 那我們就來聽一聽 我們山區的種種 好 這個是梁洪志寫的獨立 對不對 所以說獨立前面也不認見 所以說我們山區 景美這邊 曾經是全台灣最小的鎮 在美國五十七年前 因為他地很小 不過他人口很多 那比起木柵來講是 木柵是地寡人稀 尤其上南貓都根本沒幾個人家 有時候久久 在山上走好幾個小時 每過一個人 我今天都是一個人在走 所以說你會越走越習慣 好 那我們今天講 我們山區郊區的環境在自然生態 好 這個是 紀錄台灣的第一張圖 是1636年 一個 現在這一張圖在荷蘭 海鴨國 火力 中國人 因為台灣曾經是 荷蘭蘆曾經投資過 好 那有一個英國皇家地理圈的比奇尼 他把台灣比喻做 一隻魚 尤其是鯨魚 這就是比奇背 做上山脈 山脈 然後這個尾斷 那這比奇尼也是 在台灣發生很多 因為他跟我們的蟑螂的關係 他就是 你在英國就是那個天性條例之後 就是拿到很多的權力 進入台灣 然後就是交易那個蟑螂 所以說 他自己 在全台灣很多地方 他去過 跟原住民有熟 所以他自稱他自己是 台灣痛 可是因為他觸犯了一些法令 被台灣趕出去 就是清朝的官員 所以他也生氣 所以他寫一本書 我還沒看完 就是說這個 這個人其實蠻多正義的 就是說 他是一個 像玉泳河到台灣 然後之後又有蜘蛹 蜘蛹 然後在台灣發現很多 很多的生物 像台灣藍雀 都特有種叫蜘蛹 蜘蛹 斯文老師吃蛙 還有一盤木蜥蜜 這個都是他發現的 有命名蜘蛹是比較容易確定 那像台灣藍雀就要看蜘蛹 所以說他們進來 每個人的目的不太一樣 就是地理 他們是這樣子 以這樣的會員 或是以那個官方 什麼海關的人員進來 所以到處在台灣 走了很多地方 所以他們對台灣很熟 那就這樣畫出來一張圖 好 這是我找到一塊 像台灣的岩石 那為什麼以前人家是這樣看台灣 是從中國人那邊看過來 所以你上面寫了一首是不是 東風無力百花才 什麼叫東風 東風就是 中國的東風是我們的南風 我們是吹南風 可是他們是吹東風 對不對 所以說 過去外國人都是 中國人都是這樣講 都看過 是不是台灣 可是我們現在是這樣看 三千小豬那個部長說 怎麼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才對 這是我們現在自己的想法 好 那時候我們文山區的原住民秀朗 秀朗族還有一個有試色 那他們都在這個整個景美西的左岸那邊 過著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 比如說打獵對不對 補一些像三槍棉花路 可是在荷蘭時期也是大量的把我們台灣的棉花路 或是三槍最小的路 每年輸出要15到20萬P的路坪 那台灣有這麼多路 那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 台灣那個棉花路的深處環境大概是 海拔200公尺以下 那這個時候剛好這些地點剛好是我們現在開發的一些 平原跟秋原地 所以那造成當然就是說剛開始可能梅花路或是路 就跑下來偷吃一些 不能都偷吃的 還光明正大師 吃我們的農種物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越來越驅逐 所以好像是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最後一隻天然梅花路就已經滅亡了 那現在看到梅花路是後來不富裕的 又不是最原始的 所以那時候的你看年住民在左岸 所以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經常跟泰亞蟲原住民有很多的衝突 所以大家聽過出草 有沒有 出草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獵人頭 所以我們的墓藏那邊有一個地方叫戴老坑 台農去 台啊 台會寫 台灣的簡單的台再一個刀 那個 那個 注意要念 念什麼 一下下 換句 或者會講台語 台農去 就是台農 頭腦的 然後把我們漢人的一些人頭 都丟在那個坑裡面 還有一個地名叫十一命 就是在從政大到動物園這一段 的地名就叫十一命 這幅地圖都還有 這個就是我們沒辦法帶大家去看的 蠻可惜的 那另外一個出草的意義就是補那個梅花落 或是補曬牆 古路的意思 烈路 所以說原住民的出草有兩個意思 如果是獵人頭 就是他們的成年底 比如說霧南武道 他第一隻出草就兩個人頭 很英勇耶 你們來講他才十四歲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們就可以 可以文面有沒有 那女孩子要會織布才能文面 文面當然是很痛 可是對他們講是一個容易的象徵 好 那我們的文山區的先民怎麼過來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一開始從南部的打狗安平這邊 這邊上來 那大家想說 為什麼不是從現在北部那麼繁榮 為什麼不是一開始 大家記得1694年 我們聽過一個大地震 最近日本有大地震對不對 發生一個大地震 然後造成整個台北北 就是現在台北陷下去 有一個名字叫康熙台北 康熙303 我們是康熙23年的時候 納入清朝版本 可是才十年 台灣北部就發生另外一個大地震 聽說以現在的測量來講 大概相當於將近八級 所以整個台北陷下去以後 整個凱塔格蘭族就往北跟往南就遷徙 往南就知道大科砍就現在大熙 往北就現在三雕獎 所以這個範圍都是凱塔格蘭族的不動範圍 所以那時候的整個台北盆地 根本不適合住 最近如果大家有去注意說 什麼那個 那個最近台南發生的那個事件以後 不是大家都在關心嗎 土壤異化 土壤異化的問題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說 台北市的土壤異化區塊 最密集在哪裡 是內湖 內湖 為什麼是內湖 其實地名它有一些 就是說潛在的那個韓語 它會議當地的一些特殊警官 或是什麼去問 那為什麼它叫內湖 其實就是因為它本來那塊地 就是一個實物 它在特別傳地名裡面 所以它叫內湖 其實最早 命名內湖是我們文才記的內湖 就是說內湖莊 湖本身是什麼 盆地 就是裡面的盆地的意思 歐是台語 那後來內湖 那我們的目大的章湖就是盆地 然後一望無紀過去都是章書 所以像章書一望無紀的盆地 這樣子 那湖本身就是盆地 那因為民國七十九年 就是從十六個行政區 變成十二個行政區 景美區中的木柵區 合併被文山區 所以那邊它那個湖 確實是比我們這個木柵 這個很大 就是盆地大 那文山區的這邊是屬於丘陵地 就是二格山只有六百七十八分是高的 所以整個最高的就是凹翔 這樣是一個盆地 那後來就是內湖 就是這個名稱就給那個 現在的那邊的內湖去 好 好好看一下喔 像大家聽過 基隆河被取完取殖嗎 基隆河現在取完取殖以後呢 其實還留下很多證據 那去劍南捷運站有一條激河路 激河路就原來的基隆河的舊的河道 上面全部蓋滿了國宅對不對 兩年前下面 有些部分被長期這樣掏工流失 有點傾斜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其實大家覺得說 好像把它解完取殖 上面把它蓋一蓋 好像都看不見對不對 雖然那麼乖啊 你叫我走一條激河路就走這條路 水會亂竄 所以說你只要看到什麼河的路 絕對不能買這個房子 那因為基隆河從上游的山雕裡 那個一直下 其實彎來彎去彎來彎去 經過很多的山 造成下游就衝得很快 所以為什麼那是隔離颱風 美國52年 造成整個下游幾乎被淹滅 那台北市怎麼可以被淹呢 台北市是全國首都啊 所以說只好把它拉紙 他們認為拉紙 水車會快速的排到它就水不去 還把關渡兩座山把它召開 希望它排出去 沒想到漲潮的時候 灌進來灌得更快 而造成更大的災 所以就是說我們看一看這些 河流過的地方 就變成原來的下面還有撒州 所以色子就把它全部圍起來了 不讓它圍 就是淹在色子就好 不要淹到台北市 所以說雞龍河還有雞合路 四山路那邊 通通原來的舊樓道 還有內湖其實還蠻多的 像大紙拉紙的以後就很實了 很多什麼內科啊 那一塊也都是新生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不能用來蓋國塵 我覺得不認得 那你就像今天講一講 你再回去看 因為那個資料都在網路上 就是那個應該都還蠻清楚 所以說台北盆町那時候幾乎全部都泡在城裡面 現在的士林大頭區最多 尤其大頭很多的什麼荷花池啊 什麼皮塘啊這些啊 就是雙年皮有沒有兩個大皮 還有那個現在國運飯店原來就是一個大的皮塘 蛙池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種河池啊 當然是你一定不看的地方 那天母有一個國中叫南亞 南亞是什麼 辣麻 辣辣就是三連水在跟南 那板橋也有一條南亞路啊 不是嗎 所以說這些 把亞化以後你就不知道他們什麼意思 所以說當初不適合住在台北 是因為發生了三四百年級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現在台南也是一個大問題 台江內海也不見了 原來這邊是七個沙洲 所以叫做昆島 昆昆森嘛 七個 現在都不見了 所以說台南這邊以前也都沙洲 雖然現在土壤不好 其實再回去也好好的建議其實很多 好 那當然是說從 我們很多人從泉州過來 然後從漳州過來 像資山也就是漳州 張犬蟹都上去 你看看喔 泉州到台灣是不是比較近 所以說渡港 安平這邊都是泉州人 還有我們北港 北港這邊有 就是鄭資隆的老闆叫顏思齊 登陸台灣的第一個地方就在北港 所以你知道北港那個圓環那邊有個 顏思齊登陸紀念碑 就是在明朝之前已經來 來到北港 所以說你看看 他們到這邊來 都是先到海邊去 海邊來的 那北部也是一樣 所以很多泉州人來這邊都做聲音 那接下來張州人就是 再往裡面一點就是開墾 所以那個大家聽過 郭錫劉公盾就是張州人 好 那統計以後就是他們來的大概是哪 多少 多少比例呢 好 全州來的大概佔 來台灣佔45% 張州在半成35% 那那個客家級的就是潮州人 比較少 就是大概16%左右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越晚來的就越往內陸去 進去 因為前前面好的地點都被先到尾站 好 那我們來講到文山區了 好 文山區其實水源蠻豐富的 有台北盆地的三大支流 淡水河是主要的 然後一部基隆河 你看 這邊 基隆河不從基隆櫃出 因為他被 中間被攔截了 被那個 錦美溪 錫奪 這個是錦美溪 然後他賄賂系列系在錦美的溪子口那邊 這一條 那如果到我們二格山最高點的地方 天氣好一點就可以看到文山水庫 看局部了沒辦法看很多 那我們現在用的水就是 基本上平常不用火車水庫的水 是由南四溪這邊 非常那個水質非常好 那水庫 水庫就是水的隱藏 不用 平常不用 接下來我們存在隱藏 就在牽 那要真的很需要的時候再去提錢 對不對 好 那還有一條大岸溪 比較遠 所以 淡水河最長 長度就是以大岸溪這個源頭 平田山這邊 去計算 所以說 他的三大支流就是 基隆河 新建溪 然後大岸溪 整個就是大台北盆地 你看台北盆地是不是很多水 以現在來講 這個是現在的 那以前支流更多 那是整個都泡在水裡面 好 那這個是我們文山區 你看看 現在的文山區 以前的文山 青草文山區 包含 景美溪的所有的流域 從深坑 石甯 石甯 深坑 平林尾 就是平林 然後木柵 景美 新店 都叫深坑 都叫大文山 那現在民國79年 就變成小文山 就木柵吉 那中間也有一條 景美溪有過 好 文山真的是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台北盆地 上禮拜應該是 余波友跟大家講 台北盆地的生態 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 好 那大概了解一下 台北盆地其實曾經 海水道換進來 大概是 這個就不講 那 根據日治時期的學者研究 就整個芝山岩 松山 景美溪 我們仙基岩 有一種碎花棋盤角 長在海邊的 採集非常多 那為什麼這些海邊植物會 跑到我們仙基岩呢 就是整個海水道換進來的時候 仙基岩才144公尺高 這是北方 北部就枝山岩 還有原山浮出水面 南方就是小觀音山 公館那個小觀音山 還有景美這邊的仙基岩 就是 這個山頭就浮出來 所以呢 剛好那些植物漂到這邊 他剛好天子 當然也很多 流到那個景美溪區 不定 好 所以第一任的那個 台北社福的時候 1874年無旦社事件 社福的時候 有一個林達群 他就認為說 一直希望說 那個台北 台北平家社福 他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說法 其中一個就是說 台北盆地有三條溪流會集 然後這個在全台灣算是很少 而且會流之後呢 又可以走船 這個也只有台北可以這樣做 所以說他建議台北 既然台北有這麼多天能條件 就希望台北能夠成色 所以1875年之後就開始盆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盆地 有 我們把它會的古古山系 那我用我的手畫 你們也可以這樣子 每兩個山系之間 一定有一條大湖西遊區域 譬如說我們從北方的大湖山系 那跟七星山系 中間有一條黃溪彩流寶的 那一有就沿著這個進來到北方 他被去賣 油黃他不是藏 是跟原住民嘛 那所以說他在從那個安平達國那邊上來以後 買了很多原住民需要的 比如說布啊 鐵器啊 鍋子啊什麼 那當然有僱用很多原住民 所以那朋友為什麼說 啊你不要去啦 台灣除了那個會砍人頭以外 你到那邊喔 沒有死也會病應驗的 因為硫磺會虛 那所以說 只要採硫磺採蟑螂的地方 因為是很多公館 下次注意一下公館這個地方 台北台大那個公館不是真的公館 是上圈不是地 所以說我們台灣現在目前僅存的行政區的公館 就是在苗栗 為什麼 苗栗那邊好多 蟑螂的生產地 那當然我們文山區 陸葬裡非常多 像軍工路已經改掉 2014年5月15號已經變成和平動物寺的 人家叫軍工路就是採蟑螂的軍工匠 這是一個土立開發公司的意思 然後把當初砍了又集中在那個區塊 所以說我們地名改一改的 我們大家都不了解過去的意思 所以有人說更改地名是串滿的意思 這個就很嚴重 好 所以說我們議員我們從這個進來以後呢 台北流氓然後呢就回去了交差了 等一下我們越過了七七山了 台北盆地最高的山就是七七一二年 大家應該爬到東洪去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跨過五指散溪就是經過雙溪 雙溪呢就是兩條溪流會 全台灣有非常多的雙溪 也非常多的佐水溪 只要黑黑佐佐的都要佐水溪 所以以前南洋溪也叫做南洋佐水溪 那現在目前就是我們北港那 那個彰化那條佐水溪最大 所以全台灣第一條第一道 所以就保持他第一名的佐水溪 其他都改成像淡水那個高皮溪也叫佐水溪 以前的溪流可能還滿都有劑子的 或者買黑黑的 不過現在的顏色好像是被淋染的 不是天然的黑黑 好那我查五指山呢 五指山 剛大家去過內湖 大家可能比較認定是說 內湖五指山那邊幾乎都淡面山 所以大家爬五指山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欸怎麼山有勤勤面了 還有岩石 都要拉舌子 好那過了五指山以後 就要再坐船 就經過基隆河 再越過這邊的南港山溪 南港山溪就比較 稍微秋陵地 然後呢 我們的溫山區有一半景美在這邊 另外一半木柵在這邊 所以就是中間有一條景美溪 所以每個山溪之間 會有一條溪也 這山切割開 好那我們來看看每個山溪 大概有主要哪些 大家有常見到 有一些像大輪山 基辛山是比較特別的 還是火山 火山地形 那大家如果呢 最近應該賞人去 陽明山花季過了 大家坐車如果坐 走仰德大道 仰德大道 就原來的火山熔岩的那個路線 以前都是熔岩游巷 好 那從現在2000年 2012年就成立了 大力工程處 以前叫建設局 所以你現在去爬山 有時候還會看到以前的建設局 現在新的就選大力工程處 從2007到會議事 從原來類管的80條增加到130條 然後長度增加到200 就是到2014年 那增加的長度就是 那差不多是全台灣走台立線 台北到娘明這麼長 所以現在台北盆地的很多步道 其實做得非常好 很好走 可是對我們來講是不好走 所以為什麼要有手作步道 就是幾乎都是階梯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幾條自然的手作 就是自然步道有一些天然的一些限制 那我們再用手作步道去把它補助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大屯山系 像大屯山步道 項鍊山 然後可能就是我大概 最近也會去看那個海域對不對 那你賣海域千萬不要放到房間裡面 只有堵植物 就是它會晚上會 因為它晚上開花 會有一些 應該叫做什麼 植物鹼會散化出來 所以發了通風的地方 然後有軍艦員 在那個陽明雲大雪後面 軍艦員觀渡山 這都是大屯山系 然後過了黃溪以後就到七星山 七星山步道黃嘴 有沒有三茂山 那三茂山是七星山一個寄生火山 就是一個大火山旁邊又 供出一個小火山出來 寄生火山 那秦陵鋼魚路 這個也是大家熟悉的 能水坑堅絲來平靈古順 天舞衰寬 這個都這些是比較有名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便道 那五指山系 可能大家也常去爬那個大鵝頭大鵝 對不對 劍檀山 最靠近捷運站 就是圓山飯店後面上去 雞面山 這些都大面山 那有一些溪流 然後接下來南港山系 有庚寮古道 藝山這邊 那富洋公園 因為是在檢美溪的幼岸 所以它是屬於港山系 那我們文山區 屬於南港山系 有中浦山 先記 中浦山有庚寮古道 那接下來最重要 是我們文山區最大片的二個山系 草蘭 然後草蘭 你看 就是這個蘭 有水浪浪 還有 德高嶺 滴高嶺 就是竹子很高的意思 德高嶺 然後查展中心 湖穴 湖穴就現在 尿尿康康 的尿康 這變成湖穴 原來的湖穴 還有張樹 張武現在整個 把它做成環狀步道 所以你可以走一整天 你也會拉來拉去很多路 還有指南茶路 就是現在如果 你坐公車 以前民國五十三年 還沒有發動全村義務勞動 挖出這條路以前 通通上上下下 不管是挑茶賣的 或是你下山來上學的 通通要走這一條 那現在 基本上有辦法以後 大家都不走 走這一條 像那個 指南宮的董事長 就是去年去世高中心 他們以前讀書 就要從山上 老泉里那邊 然後呢 天然那邊 那樣就拿火把 一群小孩子 就這樣 沿著山那裡走 走下來就走這一條 所以蠻辛亂的 非常步道 指南宮 小康熙就選步道 所以 其實步道蠻多 好 所以 這個美食步道 大概都剛剛介紹一下 好 我們先介紹一下 南港山西的 烏龍山區的 中虎山跟仙紀岩 南港山西主要特色就是 因為它是森林的 主要是兩熱帶 跟熱帶的一些 闊葉林 因為它是迎風向陽 如果背風的話 又是另外一種的生態 所以這邊有很多 很大型的皮筒樹 還有台灣所有這些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 好 你看 這其實整個大台北區很多 是比較低的地方 這個地方 所以 會比較淹水 就是大概比較靠近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有沒有 因為這邊比較靠近肉園 這邊又會 那 文山區這一次 浮浪硬化的區塊非常少 因為它大部分是秋林地 秋林地大概稍微高一點 比較的那個地窪 好 我們看看中埔山 中埔山其實也滿好走的 就是像在辛亥捷運站就可以通 就可以到 那這個曾經就是 要把後面的一些生態改變 就是把樹 農樹砍掉 可是有一些作家 像柳克香啊 朱天新他們 去做一些抗議支持 所以後來就保留了 這個農機率已轉 所以現在變成他們 新蒼泥的後花園 我們要看 這個是整個他們步道的一個 一般我們是 從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做好一個路口 一下 那有一些天然步道 還有一些 一段手作步道 那也是從捷運那邊走過來 那現在隧道通了以後 對整個文山區出去交通是非常方便 以前是沒辦法是要落進公路 好 現在是目前實戰 因為他怕人家開車進去 所以做了這樣回起來 那這整排都是榕樹 以前整排榕樹 然後這個鋪面也比較沒有這麼多 那現在鋪面越做越大 變成這個榕樹就越來越不健康 十幾年來就是 有些樹就越來感覺上長很多菌 那他們這個社區就很多人在這邊運動 確實是蠻好的 真的是他們的後花月 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看你的那個 因為人的關係 那去侵犯到自然的 他們的生存空間 那這樣人就變成跟自然的巴 友善 對不對 好 這一段呢 它有三種步道 一開始進去是水泥階 這個是水泥階梯步道 還蠻長的 那走到這邊呢 有通一條天然步道 然後再上去到三個分差點才有通到我們所做的手中步道 你看看這個天然步道呢 基本上就是人走出來的 然後沒有做任何比如說 人搬去的石頭或是一些鋪面 有一些雖然天然 可是有一些人呢 覺得 欸我要做功德 我就把那個棉被 因為走的會滑 把棉被啊 地毯啊 背棄地毯 通通搬去 這樣人家走的時候才不會滑倒 他覺得他在做功德 然後呢 這邊的雜草重生 我就把它拔一拔 然後呢 種一些他們喜歡的一些東西 所以你看天然步道步道就是這樣 你看天然步道有沒有看 就是 像左 欸 這邊它就 就有一些 一開始的時候有一些人的 人為的一些職在啊 就越來越光後面就越來越自然 像這個 就是原來有一十塊 他就 就把它做一個簡單的鋪色 就是變接地 然後呢 這個保持 這一張子保持原來 那龐貝舊 一些像颱風草啊 一些自然的絕類 所以這個完全沒去改變他原來自然 好 那 你看這一棵 這棵 這棵台灣索羅 看起來很像一棟樹 他們是索羅科的 我們這個 因為 這裡 這一棵算是很老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犀牲根 那這個如果說沒有人在監督的話 就可能被砍了去中難 的話 因為筆桶樹啊 索羅科的 曾經為台灣撞起非常非常多的外匯 就是用這個筆桶樹的犀牲根 因為筆桶樹在台灣看起來好像是 講台語說好多的啦 到處都有 只是對於西方人 歐洲人來講是非常的少 有一次好像 郭成鳳老師幫我們講課 那時候有一個日本的學者 他自己曾弄一個很大一個絕類的 絕緣 然後呢 就非常期待 郭教授去給他指導一下 他說哇 他種了一棵 非常稀有 非常珍貴的絕類 然後呢 我們郭成鳳老師一起看 晃了老半天 看一看好像都很平常啦 有什麼 有什麼 什麼珍貴的 然後他就說 你講的是 到底是哪一棵 他說 你沒看到嗎 那棵高高的 這是我們最珍貴的 他一看比桶樹 這個在台灣 你從一開到處都是啊 怎麼算 可是對日本人 他們問代來講 就非常珍貴的 所以呢 變成我們不太珍惜 那這十幾年來 當然比桶樹死亡非常多 很多原因 整個氣候變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所以你看 其實走這五天的步道非常好 可是我那天就在那 特地就在那裡整天 就問了很多人 他說 我說你覺得你喜歡這種步道嗎 他說 原來天氣很好 而且前幾天都沒下 他說 我非常喜歡啊 然後接下來就說 可是下雨的時候就很麻煩 那這個就是我們手作步道的介入 給大家看 看看 這個天然步道上面還有雨在跑步 那旁邊長得很自然的狼起 就很乾燥 然後呢 枯木倒下來了 也不會有人把雨走 所以莊子講的枯木就是 就像我們講的 無用之用可待 為什麼 枯木上面可能有很多的像甲蟲 還有沒有倒下來之前 而且有五聖人可以主動作草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成熟的森林 然後呢 可能有一棵樹倒下來 可是它的根還在後面 還沒有那個 被劈開了這個很辛苦的倒水道 所以說這種事不可多得 還有比董樹類太多了 我們把他們都接踢 所以你看多到我們可以這樣子 那很多 因為整個南港山西最多的就是樹菊 像菊類 不要比董樹這些 那這個整個山非常非常多 我外面走那個沒有路的路了 就是沒有人在走 剛好清一節前 兩個禮拜 那有人清 可能要上岸去掃墓 所以就把一些路 以前沒有人走的路 稍微吵 稍微清一下 那我就想 既然來了 就給他轉進去看看 哇 走到怎麼 好像感覺 不知道路在哪裡 然後就另頭比走 繞一大圈 好 所以你看看 沿途他用比董樹 變成旁邊的圍林 然後呢 這個天然樹跟還有比董樹 長得自然的結體 好 這來囉 你看 南港山西的特色 整個幾乎都是絕對的村林 這個 台灣說了比董樹 很多是 還有團圓座林 一大片都是 因為這一片都沒有人走 所以比較保持越來的 那這一棵 因為他們都比較 比較在比較草涩的地方 所以那個 過濾越很多 那這個是一種 歷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像育勇河來台灣 你採油 對不對 只要比較酸性的土壤 非常酸性土壤 就會很多很多的歷絕 那這個非常毒 早期台灣很多人 可能是不是比較貧窮 他就以為是貴尿 真的看起來是很可口 那採油仔回去吃了 真的 死了不少人 那 像日本1874年發生牡丹蛇事件之後 第一任總督華山之際 跟他的手下叫 等水眼珠 他就隱藏在台灣 長達20年 調查台灣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礦產什麼地形 其中他們把一些植物 調查得非常清楚 因為他們跟西方人學習比較早 所以他們知道比較多的科學 譬如說這裡長滿了一整片的這種植物帶把石 突然酸性 那再去做幾年 有硫磺 有煤礦 然後如果有一大片純林的杜鑑花坑 可能下面就有銅礦 所以說他們就不會像我們說 還要去指南宮那邊申請一個奇夢 睡在那邊睡一個晚上 等仙宮給你一個騎士 跟你講說你要吃七個便當才會挖 什麼叫七個便當 就是挖到第七個坑 可是你的投資要挖到第七個坑 可能要很兇齁對不對 有人撐到第三個可能就寫掉蕩材 所以說如果你能夠像學習西方的科學 把這些植物的意義調查清楚 所以說我們這一里是蠻多米礦 這個就是立訣 你說你看起來會不想吃它嗎 看起來又比貴娘好吃對不對 所以早期就是這樣子 連我們同行的一個朋友的媽媽 有一天女兒出嫁了 就把電話說她很想吐 一直想吐 越來越嚴重 她就說阿母妳吃什麼 我說我吃過癮 她說 然後就不得了了 就越來越趕快送醫院 醫生問她說那妳到底是什麼 她說我吃一碗過癮 還要一直給她吹吐 你看就這樣 所以不明就靈就靈就靈 她是真的 這個立訣她很像一個蝴蝶 所以是絕類的獨木 好那我們來看手作步道 我們剛剛看十階步道 天然步道 另外進入這一段 在這個平台這邊有三個分散 這邊是十階步道 這邊是往浮舟山 這一段就是我們手作步道當成 手作步道上面有一些原來的 他用天然的這邊有一些原始 那這個是我們加強過的 我建立步道做的 那有人在走就覺得 他走起來蠻輕鬆的 不像一般的時間步道 有一定 他限制你一定的步伐 走起來就很累 還有他利用天然的一些地形 然後倒水 那因為山上這邊 山上生理蠻純 蠻原始的 所以就森林是水的故鄉 所以保有很多的水 水量 所以說水一多他就會流出來 所以以前的六五十塊 做一個天然排水 排到山下去 接下來到我們的仙基岩 仙基岩在很早以前 就是蠻山區的一個代表 尤其是我們的動物 動物園在米國七十五年 搬過來以後 就算是 一直都是台灣最多人觀光客的 好 整個仙基岩其實非常長 大概官方統計有十四個出入口 是官方 那我們還 人還走出很多的便道 所以大大小小 大概一二十個 那這邊有我找到一個 比較早的家庭連結的墓 所以說仙基岩這一塊 應該至少在嘉慶之前 就已經有人要正在開墓 應該 如果這樣傳說 比李東斌還早 李東斌那個廟是民國三十五年才建 好你看看 如果到墓大的大山十三年 就可以看到這個台北盆看一下 就整個是丘陵地 這邊是觀音山 這個是整個大台的人地 那仙基岩就是這個 仙基岩剛好是 木詐跟景美的輪接長條形 所以我們說你們家那個 就是那個 新隆路三段 那邊就是仙基岩的輪接長條形 過來就是 新隆路四段一號 在新中旬這邊就是木詐 好 所以仙基岩整個是幾乎 像一臉的皮脈 就把木詐跟景美分開 好 那唯一的那個牌坊 就是這裡 所以一般來講 很多聚會 集合地點都會在這邊 他的地理環境呢 他有個二等塞交點 視野蠻好的 然後他地質呢 是一千八百五十到 他是成基岩 所以有蠻多的煤礦 所以仙基岩是 三線有幾個煤礦 所以木詐路在1919年 就找通了以後 就是還有為什麼 新隆路三段四段 他找通就是要把煤礦移出去 那時候任時期 把台灣的所有資源通通要掠補 所以說運到現在景美火車站 好那這邊留下一個證據 就是那時候的 南港三溪的一個地址 就是像貓風一樣 軟的被沖刷掉了 然後定的留下來 這個人頭是有人去 拿標課出來 你看這旁邊還是天 就是一些實踐步的 就是說越人走 越多人走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 跟師父們施加壓力 是說他淋淋不甘啊 什麼什麼樣的 所以人家說 我們台北市好有錢喔 那個用花崗爺耶 可是對我們的腳來講 真的是很不健康 好這邊 陳基岩的一個地址 那當然是為什麼會叫仙基岩 當然也就傳說旅路名 這個就不講 那民國三十五年才建廟 所以說建這個廟 也是因為發生了一些 像地方的 都是有什麼文藝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國寶籍的一個 儀優人寫的手機 大家上去這邊 可能就是說走累了很長一段 然後可以在這邊做一間休息 這是一段邊 那看到建在這個仙基 就是那一塊岩石仙基的箱 這邊是觀景台結束台 所以這個廟現在 每天幾乎很多人上去 在這邊 這兩個仙基 已經不是很明顯 其實你仔細看 這個不是你弄病的腳 你弄病的腳 一定是像嬰兒的腳 就是說 人呢 你知道那個頭蓋骨 頭蓋骨一旦合起來 你的智慧就停止生長了 所以說 每個人一直要修練修練 修練到回到原嬰狀態 就是想嬰兒狀態 所以他 那個腳一定是很小 可是這個腳印差不多跟我們一樣大 所以說這個是能弄出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二和三系的 快點 二和三系大概最高就是 二和三六百七十多公尺高 然後呢 涵蓋了文山區的 文山 石定 聖坑三個 三個地方 所以你再上去看 你可以看到 蠻 蠻清楚的葡萃屬庫 那這邊很重要的一個生態就是 蠻木 南木 尤其我們台灣特有種的香蘭 這樣錢 我們要拜拜 那個香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大部分已經不用 不用那個 你自己的幾乎都從東南亞進口 尤其有一些寺廟它環保 像那個田天宮也不用 所以說 現在就是 留下來的自然的生態 就越來越豐富 那除了章虎以外 就很多茶 所以我們等一下介紹一下 你們大家還沒去過 章樹步道 今年我特別會去派福一些 就這幾條步道 好 為什麼在章虎 以前就是整個盆地 以前是章樹 所以拔章以後就種茶 因為後來茶葉 天津條約 因為台灣開了虎口風張以後 茶葉就變成我們台灣 很大的外匯 好 所以以前一大片 是章樹林 看過去像湖面 所以在章虎 那我們現在的 台北市十二區那個內湖 是裡面的盆地 那個盆地很大 那章虎其實有章樹的這種地 在台灣非常多 你下次有機會看看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 尤其除了章樹以外 跟熬蟑螂也有關係 像什麼 幾份幾份 有沒有 這個十個兆就一份 所以說很多熬蟑螂 越多份 就表示那個地方熬蟑螂 越多 然後剛剛講的代勞坑 各位現在改成這個 等代勞坑 等於是 泰濃坑 泰 看我們有沒有寫 那個德高嶺 就是底庫阿娘 這邊是平靡到木柵的一個便道 那再過去翻過去 這邊就是新店的那個銀額洞步道 所以說銀額洞以前那條 那個銀額洞瀑布那個是叫 梅子科技 梅是什麼 就是襪子 襪子怎麼講 枝阿 枝阿 就是枝阿 應該是 本來是紫系的紫 那1920年那個日本把那個 紫系的紫改成這個紫 所以1920年台灣 所有的很多地 改的非常多 像 我們現在講觀廟好了 我們都吃那個土蹦 以前叫觀地廟 後來是觀廟 三个字改 两个字很多 当然更多 所以说 这下背变成梅子流 所以现在没有动 好 那那个德高眼就是这样 到现在还是这样很多的 竹子很高 第哥 第哥啊那样 所以变德高 这个德高跟这个竹高好像不怎么相关吧 所以改造梅子跟没什么意义 好 那我们浑山区的一些像章虎 很多章树 章科的植物 像章树 香兰 红兰 肉桂 大叶兰 珊瑚礁 珊瑚礁是马告 大叶兰非常多 香兰是台湾特有种 肉桂应该大家也吃过 红兰也 目前也都花都卸掉 大叶兰都长在西湖边 马告应该大家也吃过 马告就是太耀兰讲的 大叶料章 章科的 看一下 章树 为什么叫章树 就是那树干文理如章 而且这个文章是 还是写中文的 写词的 所以章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它跟一种动物的身体的气味有关系 就是这个章 因为它跟有摄像味 所以叫它照 那不过大部分如果 以秘密大部分是刚刚讲的 木铃窝窝 那春天最近就是开满了整棵 都是白白的小花 它的花就这样子 非常非常小 然后整棵的花这样掉满地 一下子就掉满地 那它的叶子呢 也很光搓融的东西 叶子就很小 它的叶被是银百盛 那新叶的时候会有点拖浪种 然后非常亮丽很干净 所以这种树呢 就非常适合种在整个都市里面 当行道树 它又可以防潮 然后又 又蛮干净 像有一些树本来就很容易吸附一些黑黑的 然后它老叶会变同 那最近的张树 因为我们有机会看就是我们那个行道树的数学都非常小 尤其用那个什么要框起来 所以那张树也是活得很痛苦 那它结果果实含非常非常浓的精油 所以下次有机会试试看 就是说除了它树干可以很多的精油可以体验章马以外 它的果实也可以用来体验香水 很早的用来体验香水 不过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 这个味道香水不会太濃 然后呢 以前的彩章都要有一些申请合格书 所以这个 这个是民国有事情都在 在那个山区都还可以申请到 你看 那有一些就是说 其实彩章好像要跟原住民 进入原住民区 所以其实蛮危险的也蛮辛苦的 也蛮辛苦的 不过那薪水也是一般农民的好几十倍 所以还是有愿意去做 好 那我们再想向湘南 湘南的别名叫瑞芳南 水峰 就是说它最早在瑞芳这个地方发现 所以命名为瑞芳 所以从这个地方 它就知道是台湾特别走 那为什么它可以做 败败那个现象 因为它树比有很多黏毅 那如果你去过路管 可能也许可以看到你在那座香 好 它的小夜也是 背部也是淫灰色 那张哥主目的花都很小很多 你看 那像这个刚开花都有很多的蜜 就会有很多蜜蜂来帮它送 所以整个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花 那红蓝呢 我们可能常听到 猪脚蓝 鼻涕蓝 是因为说 它那个 树皮也是很多黏翼 摸了黏黏的 所以像 吃那个猪脚 不知道你们吃猪脚怎么吃 我都整个拿起来吃 如果你太秀气 用那个筷子 当然是不会被黏住 不过这样吃好不过瘀 对不对 要手拿着 然后拧了满手 你就会想到住脚蓝 好 它的叶子 新叶红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它的芽 就是 叶芽包跟花包 整个在一起 这个整个叫做拖叶 你看看 春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红色就是它的拖叶 然后里面有叶 新的叶 叶芽跟花芽 然后开的时候像放烟火一样 非常多 那它比较属于象阳性 所以要养光不许缺 它们的花都很像 张科的 那大叶呢 也是台湾特有的 通常你在 你会在西谷象阳 都会看到叶子 比一般的张科的植物大 所以叫大叶南 它是南木类 什么叫南呢 注意看 南方有大木 所以这个树是长在南方 淮河以南 就叫南方 所以这种 这种树呢 只有南方才有 所以呢 像北京的很多宫殿 都用台湾的南木 不一定是张木 因为张木大部分都是砍去做张 那南木本来就是张科的 它本来就防蛀虫 那又有香味 所以这种树呢 是很高档的 好 那叶子比较大 不过上面 看起来蛮新鲜的 所以就很多的青带凤梨 在上面吃 所以这个大叶呢 你看就是长大 不变细 也是一样 像这个季节 都是张科植物在开花 所以是都 都像天空在发射那个烟火 非常多 那台湾那个山木椒 最近也开完花了 不然花实在太小了 所以很少人去注意它 你看看 整棵都是 都是花 小小的 好 另外一种大叶吊章呢 它是 就是说 比较 没有普遍被使用的张科植物 它的树 它的那个 长得比较快 然后 它的那个味道 也 比较浓 所以我说 它的香料放太多了 一般的那个张科植物 放得刚刚好 可是它放太多 变成 也沉沉的 变成 就是有一种 我们 我们有一种 比如说一种花 你会觉得闻起来 刚刚好香 可是你闻多了 就有点恶心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它 里面含有种叫 糞臭素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化学 化学成分 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 一直 一直 闻得越久 你就会觉得 噁心啊 会想吐 这种花就 就不是蝴蝶 所以这个大叶吊章在 仙基岩也蛮多的 然后呢 它通常是在 一个阴湿的地方 它的花非常漂亮 就是说 是一整树 一整球 开化的时候 颜色会比一般的 张克子物还 其他的栏木内 还亮丽 这个会更像放烟火 你看啊 然后这个也是刚开始 花芽的时候 它长在顶端 拿叶子跟花一起长 好 那有个作家叫苦 你看 它说 因为 它说我们人 跟动物都要吃很多东西才会长大 对不对 可是树呢 只要在那边色彩太阳 这里就可以行光了 之后要知道养分 它说叶子不是透明的 可是它却能够透光 所以呢 只有光最知道叶子的心事 因为叶子非常需要花 好 这个就是原来它的花苞 然后这下里面很多的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花絮 你看花开花出来是这样子 一朵一朵花 然后长在那个尖端 然后接下来这个夏天就会结果了 果实也是非常多的金流 那可是张各植物上面 就是在叶子上面会很多的 诶 这个是种子吗 可是种子为什么会长在叶子上面 它是虫樱 因就是那个虫妈妈呢 把那个卵铲在叶子上面 然后呢 呃 卵孵化以后 它就直接吃这个叶肉 那这次就会刺激那个叶片的增生 所以就会长出这样 不同的形状出来 那里面把它切开以后 就是一只虫 或是两只虫 这个叫虫荫 有兴趣的话 也不同的植物上面 有蜜玉妈 不同的东西 有蛮有趣的 好 那裂开以后就长出来了 就是乳化 所以张各植物上面就会多长 那有一种叫青代凤脸轮大堂 它的翅膀像一个Nike 它不是那个虫樱 它是直接慢慢吃那个张各植物的叶子 慢慢吃慢慢长大 那可是呢 现在有时候来不及长大 它快要化泳之前 就被一种寄生风 有些父母自己不养小孩 丢回去给阿公阿嬤养 那不是 那是丢给这一只青代凤脸幼虫养 那它快要乳化 对不对 然后乱产在里面 它就 那个枫化出来就是一个一个的 风的泳 然后这一只就被吸干了 所以出来 还没来得及 变成一只蝴蝶之前 就已经牺牲了 变成给了很多风 那如果乳化成功就是这样一只蝴蝶子 那乳化成功以后 这一只如果是蝴的话 它就会去有水的地方吸水 因为它们吸化蜜里面的矿物质不够 那因为它要交尾 所以它要把最营养的金甲送给蝴蝶 所以它去吸水水里面有一个矿物质 你就会看到成群成群的 等一下我再解说这个 我去那个一条溪 非常天然的 就一群一群的蝴蝶在那边吸水 看看 这个是它的口气 四倍吸管 所以我觉得昆蟲是最环保 不像我们 你看 我们还带那个 什么杯 什么杯的 这个还算环保 有些带那个塑胶杯用完就不能用 你看他们自备 然后用完甩一甩就干净了 然后再捲回去 下次再用 好 那我们木炸的蟑蚝时代 其实发展的非常早 不过 也因为整个蟑树被砍的差不多了 后来进入了煤矿跟茶叶 所以蟑蟑慢慢的 最重要的是 合成蟑蟑八米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能够活下 好 你看早期1930年 台湾在日时期输出的蟑蟑 他是以太亚族原住民为那个 标志的标志的标志的标志 你看这个 以前 基本上 原住民的男人 钉的穿的不动 那这也是台湾特有种 最近也在开 台湾百合 也百合 台湾百合 应该 大家有去看过 现在已经出狱 那 最主要是我为什么知道 他是太亚族 有没有看到他的 那大概1925年到1927年是台湾输出全世界蟑蟑最多的 占全世界喔 百分之七十年 你看看我们整个台湾这么小一块 可以供应全世界这么多 所以我们台湾的蟑蟑品质非常好 好 那这是在山区熬蟑蟑的情况 其实非常辛苦 那有的 那没赚到钱 就被很多 那个蟑蟑的一些毒啊 毒死了 所以蛮辛苦 好 那蟑蟑因为很 有很多的作用 所以呢 呃 为什么会 那么广泛 你看 蟑蟑最主要是 分布在 雷尾18到32之间 然后呢 1800公尺以下的丘陵地 所以 为什么文山区 都在刚好这么高度 然后呢 我们全市 全台湾的蟑蟑 大概是在嘉庆道光年间 所以 尤其 为什么 台湾的蟑蟑砍这么快 雍正三年 1725年的时候 台湾跟澎湖 清朝要我们造98艘的战舰 那战舰主要的 木头就是蟑蟑 所以说 那道光年间 呃 又又 设了很多那个 呃 像 造船厂 造船厂 现在的北门 有没有 就是现在那个铁路 铁路那个什么 那个区块本来就是在造战舰 那时候清朝的时候 道光年间 那他的办公室设在邦嘎 就是万华 最早是设在南部 台南的南门 所以南北各设一个 所以说 台湾在这个时候的张树 很快速的一直在消失 好 那张树有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会需求量那么大 好 首先大家用过的 曼秀雷敦小物事 你下次回去看 你在用任何东西 如果 后面有写Canfer 就是章癌 所有的很多像 子养的啊 防虫养的啊 几乎都含Canfer 那有些人可能对 章癌有一些过敏 所以说 不是所有的小孩 尤其有些说 听说那个 医生买写瓶血 蚕痘症 用了就 会一切大的过敏 好 那我们 最重要其实是军火用途 好 我们从一般的药用 医学 我们 中国是用来做什么公司 整破乱 那西医是用来用抢心剂 神经衰弱 注射 好 那军火最主要是 需求量是 德国跟美国 我们从输出的报告里面 因为它可以让那个 增加它的稳定剂跟征兽剂 那 所以说 这个蟑螂就 使用量非常大 还有呢 pró 大家听过赛� Sierra 就是后来的那个 何程蟑螂 德国人发明的 以前呢可以用在 比如说 磕頭软片 磕头版 磕头版 第一拳 就是用 schools 用 forum 丶 再就是我们可能以前看默片周边里的第一部周边里影片 也是用台湾的蟑螂,天然的 那现在那个科导软片港是不是倒闭 反正现在大家都用那个数位 已经不太需要用软片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可能也都不需要用蟑螂 好,那这个是我去苗栗那边 目前台湾还有唯一一家在做蟑螂的 非常纯,你看它的颜色是这样子 这个是现场虚 好,那我们看蟑螂其实跟我们生活上有关系 因为我们早期有一个做陀螂,对不对? 然后呢 陀螂我们使用的一些木材有一些顺序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会用一枪、二金、三五金、四孔零 第一顺位就是用蟑螂 第二顺位就是金 孤旧或旧穷 那第三名,薄金 有没有人借过薄金? 黃金 黃金就听过,父亲请追那个黄金 那我们拿不到讲薄金 我后来才知道什么叫薄金 薄金就是黄金,我们只知道薄金 以前我们都坐在那个堤房边就做那个木材 薄金 就是说这些木材基本上都还蛮硬的 可是要有弹性 可是芭拉茶无路因 为什么? 因为你们男生都会定感动,对不对? 玩那个陀螂 因为芭拉的那个材质太硬 然后人家一敲下去,那就裂开了 其实这托螂就裂开了 所以叫芭拉茶无路因 因为你看人家用章树 虽然硬可是有弹性啊 会转转转啊 还可以把人家倒败啊 对不对? 可是你芭拉太硬就没弹性 一打下去就裂开了 还有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你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用章树这个陀螺很会跑 然后用这个乌酒 芭拉茶无路那个酒窗 他那个Wuuu 那个声音又很大 这样是不是很炫? 然后把它茶 你看一钉就被人家钉扫了 所以说我们在 从整个那个章树跟我们心文上小时候的 有关系 不过现在好像比较没有人 在用طrory用那个章树 这个就是太雅〆的乌莱瑟 你看看 他们以前就是打猎的 现在不是说有要让民主cil earliest 本来这个我们文山区的景美西左岸 就是他们的传统猎场 所以说跟他们发生冲突 他们后来也学西方人会有一些猎苦 你看以前台湾土口是长这样子 身材非常的纤细 腿很长很会跑 这个原住民好像肚子里面长很多蛔虫 长蛔虫就要吃月桃的心 所以说我们在野外里面讲这个 那以前的小孩子基本上应该 这个应该是出草过的 看起来已经是成年了 这些还在学习 所以还在学习 那女生就是要会吃布 吃的布也是用台湾的那些植物 像柱麻 你看看她才十五六岁 然后又要背小孩又要织布 如果她不会织布她就没办法结婚 然后才能裹面 然后呢整个部落里面又这么多的小孩子 所以真的非常辛苦 好 她的芝麻的这个布就是柱麻 也是台湾的原住民佩亚族最早使用的一种天然植物 那这种植物呢 在台南以前早期有很多 台南的江军香的旧地名叫欧望 欧就是三点水一个区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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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欧 欧 欧就是像我们在堆肥 欧就是火旺 所以台南江军香表示以前 就是一个比较有点 就是要我们讲的私地的历史 那私地旁边就种 长了很多这种天然植物 那这个刚好可以换你做那个 植物的纖維 好那现在正在开花 然后背部呢 是你白色 那我们清明节不是会做草花柜 刚刚那个草花柜 如果草花柜季节 清明草过了 那个熟续草过了 你也可以采这个叶子 当做那个草花柜 味道没有那么 应该是说颜色也比较不好看 不过吃起来应该都 外行人应该吃起来差不多 好 你看那原住民他们的农耕 这个太小竹 他们用姿势慢慢采慢慢采 不像我们汉人 他们觉得说 他们边采还边唱歌 所以我们会觉得原住民好像 工作没什么效力 可是这个工作也是一种快乐 可是对我们来讲 看人来讲工作实在是一种劳力 这不一样 而且他们会有一点换工 比如说我们这个俱乐 今天先帮谁做 那先帮谁做 那所以大家互助我做工 那刚刚讲的说 你会出到你可以支付 你就要活灭 那活灭通常会选在秋天 因为秋天比较浓 那夏天很容易发炎 很容易感染 那曾经我就去那个苗栗 有听过一个赛下主 他说其实赛下主 早期是没有古面的文化 那有一个赛下主他嫁给那个派亚主 那就他会做事故什么 就要包古面 可是呢实在太痛苦了 古面不是一天就给文好 可是先弄这边 那比较好的时候再继续弄第二条 第三条 他痛到脱跑回去 尤其他们赛下主 可是赛下主的母亲都要讲说 如果你要当人家的妻子 你一定要忍耐 又把他送回去 所以之后赛下主就开始了 慢慢的 我们的那个 温度不太一样 好 你看看 男人跟女人 我们也不一样 男人就是上下 所以你们再回去看摩拉米道 那个片子就知道 女人是左边右边 而且太魯队凯祖 这个赛德克各族也不太一样 他们都是整个泰雅族语的 你看 这个文的乐大片呢 代表女 fruits的故业漂亮 你愿意吗 他们觉得其实这是最美的 那所以说戴达宫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榕树 这个就先不讲 那梦空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台龙庆 有没有看这个头 这个头刚砍下来 然后呢 你看这个十四十五岁的少年 第一次出草 一个非常新鲜的人头 他的朋友呢帮他庆贺 那接下来我们整个部落 就会一起帮他祝贺 而且如果你有小孩 尤其是男生 你一定要带去 然后当天会把头颅里面的东西都挖出来 然后再塞一些东西进去 你带你的小孩去 那个头目会挖一些里面的东西给你小孩吃 告诉你说 你未来就是像他一样应有 所以这个变成了一种文化 可是对我们汉人来讲 好像是一种很粗严的一种行为 那一九一三年日本人才受不了 就是说废除那个出草的习数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定你的我照样出草 所以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很多事件 好 那我们通常称人家帮对不对 我不晓得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骂过 你实在是很烦耶 有没有 如果你被骂生帮 哇 你实在是很烦耶 这个才是真正的帮人 那如果你说你是烦那娘 你只是熟搬 熟搬就是平补健康 所以我们一般会讲说 你实在有多少换呢 这个太复杂了 你都要讲 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说 申帮 申帮就是不服从教化 也不讲税 然后呢 所以当初他们就说 哇 台湾这个 本来康熙文历 本来就不想要这一块 这一块很难搞的地方 那是那个司郎 司郎不是叫将军吗 将军就是试给那个司郎 靖海将军 封给他 那所以说他那时候 康熙文历不想要 所以司郎写一个公文 跟康熙文历讲 哇 这边有天然之眼 多少多少 可是呢 没想到派来的官员 就发现 哦 不是那回事 他们就说 唐三啊 就是到那边出府 哇 台湾出番 因为随时会砍人 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对策 怎么样 把这些番 通通把他解决了 就是载一些老虎来 他把这些番人 把他解决了 结果没想到 我们的番人多厉害啊 把那个老虎都打一打 他们就要吃了 所以说他们只在想着太天真了 那其实以前那个很多像三国时期孙权来到我们外海 也不敢上岸 那你看看这个是排完组的 第一次日本人到这边被招待进去 吓一大跳 头目的家门前摆满了这个一个那个窟窿 然后可是他们竟然就是很欢乐来准备一些宴 他们就想说一直给他灌酒 因为本来很胖你知道吗 他就不会不会我们被灌一灌 等一下我们头又被放在这边来了 然后他们喝的酒又很特别 那个番薯酒 我们现在已经几乎都消失了 番薯酿的酒 听说后竟然讲 一开始喝很甜的很好喝 像那个机能家具 他们刚开始 他一直叫你喝嘛 而且要交杯有没有 第一杯喝还不错 要灌第二杯喝到几乎第三杯大家都倒 可是原住民还是继续喝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 为什么他们这边摆这么多 后来经过发育才知道说 表示这个头目非常的英勇 非常有智慧 所以才能当头目 所以说以前都吃什么 自那人就是 China China 台湾的猪 然后熟饭就平骨猪 生饭就是真正的高山猪 所以你看这些 你骂人家饭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饭的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把章属海湾就仲裁 刚刚这个就是有面花点 等一下我们会看更多 从这个花点看过去就是 那个南宫 那这边因为是 我们就有这样的气 雨前蒙蒙中不雨 雨后蒙蒙中不起 就是下海之前那个水气 聚集在整个盆地湖 下过雨之后 那个水气还是聚集在这个盆地上去 所以就整个茶区 因为弥漫在那个雾气上面 然后呢这个水气又久久不散 好像我们那个整片叶子上面 喷了很多的SK2保湿这样 所以我们的茶叶呢 第一个是站好 最重要是 它的那个土壤里面有很多的 张树的分斗肌 我问祺老大概今年九十几岁 他说根据他们老人家讲 光是当初来开发的时候 这个土壤 聚集至少三十到五十公分厚的 张树叶 那张树叶下面土壤里面还有树根 所以以前的那个铁光衣 真的是品质是美得比的 也是全台湾历史大林茶 所以这个整个都是茶叶 那这个都是人工采茶 最近采完差不多前两个礼拜再采 采春茶 那我们说其实天地真的是很美 他没讲我们就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那我们等一下 像这个跳火锦 就是也是房源著名 就是这个国语要念 诶 国语要念 雀 你去猫宫缆车站前面有做一个 示意的警官 他就做这个 就是当原住民来的时候 敲打 然后呢 通知我们这边相遇 我们离开 然后这个 这里刚好是大空戏的源头 所以 那边就是那边的 因为潮湿 门热 所以就算蓝 草蓝 那是二格山系 那整个二格山系的地点 有大空戏小空戏在正在这边会 好 二格山系的二格山上面那个视野非常好 我们就先不看 从这里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比加银山 然后呢 可到台北比加银山这个 你看这里是香奶 然后 水气很重 对不对 所以你 有时候想要看到 火炊水库有时候比较 要碰面气 那下北有可能到台北盆地 南南山系 看台北盆地密密麻麻的 然后仙基岩就把木炸进去 他这个就知道木炸 那这有一天 我去了很多次 稍微好一点 看到火炊水库 可是还是朦朦的 整个北盆水库 现在水应该蛮多的 那那边的地质 非常的非常的丰富 也是我们常去上地质的课 好 那十月份 因为那边 山上就很多的洪基岩 洪元赤 敲行种 这是台湾特有种 大概在国庆日前 会出来 跑出来 这个 二格山最特别就是 本来应该在台北盆地 东北季风口 可是我们这边是 什么台北盆地 东北季风最南边 所以有一种叫做 昆南树 昆南树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冰河时期 一流下来有古老子 那看起来像阔叶树 可是它里面土枝是真叶土 所以说它没有花瓣 这个是它结果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草南很多很多地方 因为是要备洋面 所以就草很多大金 就是我们做 南南本人 穿牛仔布 大家知道说 那个南部的颜色 我现在他们都用南格化学来 比较爽 那个 那嘉庆年间 这边开始 高家人 因为我们山区 高章岭山系 高家人 这边来种大金 它很潮湿 所以这边用大金做很多 大概在冬天会开花 11月12日 今年比较晚 春天出来再开 就开这种花 大家有没有觉得 它很像一种脆乳梨 跟那个 它是绝种科的很像 这是我们带学生去做南部 那是它那个 怎么会是蓝色的 哪一个 它是 没有蓝 要蓝 蓝 就是它不是 要经过脆 对 不是 要经过发酵 现在山小比较多 那我们山区现在就是 只有一个招母工作室 台湾早期就是 一旺一旺消到日本去 那后来有化学兰 就不需要这个 那 日本人做得比较精致 那我们 就做一些教学 这边非常潮湿 所以大家走起来也会觉得说 哇 很火 那 那 因为这边很原始 而且很 没有 比较没有人去破坏 所以有很多的野生南瓜 其实 如果它不开花 整整 大家都把它当做野草 一样 那 你看这个花 一花笑多人 看起来很特别 那 这边就是 如果你运气 大概五六月 会看到 翡翠水库的附近的特别 一花 翡翠水库 然后呢 你可能 不太第一眼就看到 因为它是在这整盆绿色的衫面 不过 它有戴一个金杯眼镜 我们看到 过眼线 然后这边边也是金色的 它算是不太不小 然后 如果躲在这边也不容易看到 不过 注意一下它戴金杯眼镜 在水里面 你看也不容易看 对不对 那 这个是猴山月 七一整条是都在一起的 那 草南登山步道这边 在九月地震的时候 整座桥是又断了 所以说 这个地 其实 虽然是宝物区 没什么开发 但是那个 水土保持也不是很好 那这边有一个 草南土地公庙 这是两间庙 并在一起的 那 这个男字呢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 比如说 天母那个 南亚国中 南亚国中有一个名人 曾经在那边读书 就是 全世界第一个 年体内部分割 那个中冷中冷 就是 就是 乌南亚国中 好 那这边是最高是625公尺高 那 整个 二和三是678 其实到这里就可以开始往上爬 所以草南 你看 从这里开始就是整个大东西 一路在弯弯 那流经过虎穴不大 然后最后下去就是 这里的政治大学 那这边有个基地台 就是 美兰是华氏 那现在已经是数位了 所以现在改了一个中性 中华电系 那曾经在土地公庙那边有个驻君 那这里很特别就是有 目前正在开花的西施花 西施花就是杜鹃花科 那现在三四岁刚好 杜鹃花在开 那可是这个是野生的 这一棵非常非常高大 我是从上面拍下去 那这种花 通常如果你去阳明山 整个大吴山跟七星山 也可以看到 能界上也看到很多 那会长 杜鹃花科的植物通常 它的土壤都比较酸 所以 可能就知道 测试一下 高大会有一些金属 对 那这个 我们山区就是蟑螂幕最多 所以现在春天 你看看 到处都是那种苹果绿的颜色 非常的漂亮 那在山上你看看 这一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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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这是蟑螂幕 你看 他正在开花 那这里 现在就是 有一些登山队说 我们在挑战一些 很久没有人走的路 所以这里往二哥在一路爬上去 那这里是整个大吴山的上流 非常干净 水汁非常好 这里曾经有个煤矿 那 早期呢 几年前 这煤矿每天都有一支 刺猬青竹狮 驻守在这边 那这里院 这里附近很多青蛙 那我礼拜四又去嘛 又带学生去 这一支不见了 大概青蛙吃的差不多了 刺猬青竹狮是全台湾第六大毒蛇 那小身 猫肝上面 那些餐厅啊 曾经有人被咬过 就是 他晚上下班 十点 他就骑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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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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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t 他正在那边 也请跌过去吧 Tamam 激过去 然后那个 人就捲过来 轮 Conthan鱼一角 然后 有一个张帽的 帽子 所以你说 第六大毒蛇 还第六大 第一毒蛇不得了 所以就是说有水的地方 还有他通常 七夕的地方 那个草丛逛 通常在这个位置 你第一个不是都会打草精神吗 所以他会咬 通常咬后面的第二个第三个 第一个一打他过去了 所以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第二个第三个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要全部清一清 所以最近如果天气突然变好 他就会出来 有时候就静静的 有时候我们在做步道 其实都看得到他的下面那边 所以这一只现在已经不在那边 可能那一天转移阵地吧 之前我看他每天都在那边 那这草丛步道你看 他是天然步道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会去做 所做步道 因为他全部都是自然的落实 还有泥土 那非常好走 那他的步道 我觉得非常理想就是说 他是大概是两个人的宽度 不需要太宽 基人需要走的空间不大 不用太大 那其实有一些柔弱了 那上面有比较特别的童花 可能大家看过一种童花 跟这里有一点不一样 这两童花你看 这个线点是扁的 这个线点像 凸出来像螃蟹眼睛 那四月选的人就会伤到这种 看 这个就是一般的 我们叫童花 油桶 这个叫木油桶 也就是当初种这个 是要榨它的那个种子的油 那这个木油桶 就是我们大量在种的这种 是要用它的木材 所以在清命节前后 大概会开这个花 那这个花 只是会长在比较嫩凉的地方 平地不会长 所以我们五三居的草南 二隔山这边就有 其他地方还看不到 那这个随便种都可以长 那也可以从这边看 你看 这个已经卸掉了花 这个是正在看的花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就这个卸了 不用看 那这个是正在看的 那 这个是就是我们讲的油桶 就是它的果实是光亮 所以叫光桶 然后这个皱皱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油桶 长桶花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 全台湾大概80%以上都皱皱 就是皱皱叫皱皱 那因为它的整个都有用 不过它属于有毒植物 那做油桶 他们以前就是有时候要 一个炸油的机器 有时候要炸什么乌旧的 有时候要炸什么 所以他们都有顺序 从没有毒的开始先炸 再炸有毒的 那这个是我们 草南的土地公庙这边就有的跨坑 是最近看的 那这个在两棋林是这边都还有住址 所以说这边一定是很重要的基地 因为下去就是平宫了 那因为这边常常潮湿 就是有些蝴蝶就在那边吸水 你看到我手上流汗 然后那口气就直接射出来 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个蝗虫 还有一种流星夹蝶 你看那口气 红色的 就是潮湿那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矿木子吧 那接下来有一种全部都绿色的 没有带金鸣也进的台北树啊 我16年前第一次看到台北树啊 跟很多年以前看到那个北树啊 都是在这里看到 那你看全部都绿色趴在那边 你也不容易看到对不对 所以这边生态非常的好 注意看他没有戴晶面眼睛对不对 可是他的腹部是黄色的 那冬天 冬天球 那这里呢 你看面天树啊 他躲在那个树皮中间 那是面天树啊 我白天在睡觉 他叫的声音 就在面天山发现了 所以叫面天树啊 你去阳明山就最容易 最容易听到 那如果只有 一声 那就爱是树啊 这台湾最有爱心的树啊 那不一样 所以说 他虽然一样叫嗶嗶 可是 其实我上面有放 有放音 那个音乐 放到叫声嘛 就是说 你要带过一期来 那天树啊 然后上面还有那个 魅雨细冲 那是青蹄 豆娘 然后这一声都 所以说 其实 在这么自然的环境 连那个昆虫 动物都 都跟人好像很亲近 你看我们停在那边 他就自己过来 然后 在我的帽子上面 还有很罕见的 因为这边 那个竹笋很多 然后呢 这边都喷农药 所以有一种叫做 台湾大橡皮桶 台湾人叫做孙姑 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 你有吃过 你有吃过 听说 你说可以吃 可以吃 我还以为你吃过 因为我们舍不得吃他 听 对 蛮大只 然后我们虽然觉得 他是一个很稀有的 可是 他们那个农民就痛恨他 因为他会把竹子 会中间那个挖个洞 然后竹子慢慢就会死 所以说 现在因为 即使我们吃那个绿竹笋 噴到也在那边噴很多 所以说 要看到这个 这个 已经不多了 哦 会看到 以前就这样 竹笋他专门吃那个嫩的 这个流行器 就从那边啃 然后呢 如果你 你 你如果 他逃跑 对不对 他发现你速度比他快 他就装死给你看 六脚朝天 然后呢 大概 不用半个小时 他就翻过来了 半个小时 所以还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我那边计算 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 有一些枯墓 就很多的独角线 所以这边 真的 潮湿多余 然后有很多的独血 很多的木头 所以 我们 你看这个是被羊面 所以说 很多的蕨类 像这个很多金狗毛蕨 好 那我们 休息 可以 不用 好 那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 这一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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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 在步道中 遇见文学 小康系文学步道 因为他是台北市第一条文学步道 那之前他用一种接近深海工房的方子来整治 所以说 所以说他也是台北市很多核酸整治的一个示范 然后他的水源 从我们从第一个看到 远远流产跟环境变化 就是说 他的水源来自于直南宫的凌霄宝殿那边下海 好 所以你们下次有机会从凌霄宝殿那边有个 往凌霄宝殿那边有个大龙处 左边一看那边 下去有一条溪流 那个就是小坑系的源头 那最后 在政治大学那边有一条大坑系就从草南这边下去的 两个会 就北正国庄那边 那原来这条溪流经过政治大学 那政大刚好是为三条溪流会 所以每次一下雨就淹水 所以有一次民国六十四年 是在淹得太严重了 所以那时候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就来探视 那时候的政大校长自己有处 他就是跟你校长讲说 为什么学校每次下大雨就淹水呢 那后山这么大一片 为什么不往山上发展 他想到也许可以喔 就没想到 后山那边整个 是有一个心念断层经过 其实我们的猫岚那边是有猫空断层 整个景美西左岸这边有三个断层 猫空断层 弯毯断层 还有心念断层 所以为什么猫岚第一年行驶之后 连续下来整个T16厂多就滑下来 所以说 在这条溪流经过政大的部分 就后来只好把他绝弯齐持了 那我们这边的整个政治大学的体育场 就原来的渡船头 就是要往深坑死地很重要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那个十一命这个地名 十一命为什么 这个地名讲十一命看的好像恐怖 现在这个地名如果还维持原来十一命 可能这里的地就没有人用 对不对 那他在哪里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十一命 现在已经改成新星了 有没有看到 您输入看几个红色杯子 十一个 十二个 十一个 十一个 就是在 因为穆扎他们都姓张的 张家来开发的时候 然后当然有一些其他性 像小东西这边是正家的 谢家的 他们也过去越过景美西去开发 结果原来那边是太亚族有住民猎场 他们打猎不可能每天都在那边打 所以可能是会离开一阵子 然后又回来 发现他们的地怎么有人来站呢 结果拿了三刀砍架来了 原来有十二个人在这边收割 结果有十一个人被砍死了 其中一个赶快把那个 装那个盗子 大桶子翻过来 他躲在里面 那原住民考完就离开了 他就替那个十一个人收尸 他就盖了这个庙 这个庙 这个庙其实在动物园旁边的小巷子里面 一直都维持着很干净的环境 没有那种阴生生的感觉 我一个学员住在旁边 他说也没有怎样 七夜也没有跑出来 所以说日本人觉得这十一命 这个地名不好听 他就感到新兴了 那我们来看西游整治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 这个双溪有一条溪 有一条溪叫 翻仔溪 翻仔溪 它是完全的生态工房 就是说没有用任何的人 比如说水泥或是人工的一些外来的东西 所以水泥因为很平缓 所以他就用自然色带工房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常有水牛 这里是 因为台湾水牛都已经失业了 我们这样讲 像我们北港的牛须 也早就已经没有人在教育了 然后台南有一个叫牛的养老手 他知道 就是唯一的 那 所以说 这里水牛都还 还可以很 很轻松自在很快乐 在那边搁油 就是在滚尾巴 然后还有黄头鹿跟他做伴 然后这个西游 因为旁边有一些堆积 又有牛粪 又有牛粮 所以 游在堆积的地方 就常常一曲一曲的蝴蝶 就走下方这个地方 就在那边吸水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很值得观察 比较 所以我在做那个 小东西这个晋升代工法的整治 就把它做一个并列 好 那既然就是说 我们要做文学步道 那当然就是要有一些文学 不管是现代的古典的 都把它列进去 那我们做一些设施 那我就 为这一条步道 其实 从2001年观察到现在 其实 也很多的变化 那当然这么 这么小一个折业 不可能做很多了 只是列了几项 写出来 那 这里面的最重要 这里面的义字 就是一些标点符号 所以右下方 大家可以看到 痘号 这是义字 就是你在走步道的时候 你可以沉思 坐在这地方沉思 然后可能可以激发出 你很多灵感出来 然后呢 它这边没有拉电线 所以是用太阳能 跟风力发电 所以这个 光是这个位置 我们是做很多的观察 跟考虑 因为这边光线只有半天 所以在这样考步道里面 也蛮豐富的 那翻过来后面这边 后面这一片 这里是完全自然生态 就是根据这条步道上面的 多年来的记录 当然有些不是在这边拍的 有一些植物 然后跟鸟类 所以说 光是小小的 这一段 640公尺的金生奈工坊 就整整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现在大部分 我们台湾的回船 都是用水 就像我们的步道 很多都用石阶 那怎么样 围成天然 那天然有一些缺点 我们用手中步道 去把它弥补 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一章呢 大家有空 可以回去欣赏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 我等一下用胖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在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想法或是疑问 都可以随时提出来 我们先来看 鲁冰花 欣赏一下 这个我手上这一只 是乌鸦凤得的幼虫 那他们都肥肥的 所以看来都差不多 我们 那如果你到猫峰缆车站 你就会看到这两只眼冰猫 就是玩三猫 什么叫三猫 就是早上去看猫熊 然后做猫了 然后游猫 我们就这样 三猫 一天就可以游三猫 然后整个步道 现在都环状了 那这个就是当初很多这个市政府在做广告就是喝水牛 这是FRP 然后有牛车 那这里呢 因为最主要是张树 所以说很多也做了一些 设施给大家欣赏 这一只水牛做得非常像 尤其像我们家那一只猫 那我们家养过公牛跟母牛 那我还亲眼看过我们家母的生 生小牛 然后小牛生出来 大概不用一个多小就站起来了 三个小就可以走路了 然后后来我七岁的时候 他说我小朋友生出来 我想他为什么快要一岁都要不会走 然后他那个头盖骨就是一直都没有蜜合起来 然后我阿父就说 有一种老鹰啊 黑渊啊 叫肉厢 台湾话叫肉厢 他就说 如果那个肉厢出来 在盘旋的时候 就叫我赶快背我妹妹去跟他祈祷 就说肉厢肉厢 就是跟他背一首 就说让我妹妹说阿土厢 我妹妹那时候就是肚子很大 可能里面很多宠啊 我不知道 然后又长了賴一头 又把他的头发离光了 然后就说肉厢肉厢 让我阿土厢头顶着顶着 就是赶快硬 就是这个头盖骨赶快合起来这样子 这样才比较安全吧 所以那时候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很多黑渊 那现在就是因为喷那个螺蛎 现在已经慢慢会改善 那我们家的水牛呢 常常天气太热也会中暑 人会中暑牛也会中暑 所以我们也要从小也要知道说 牛中暑要吃什么 那有一天我们家里就跑到别人家去 因为我爸常脾气不好就打他了 然后有一天他就哭了几回 牛也会哭哦 牛骂骂好你听闻了 你会掉眼泪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他很亲嘛 我从小都会碰 那就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跑掉了 我爸大概都八九点就睡觉 那九点就起来喂草 然后整个突然的牛不见了 然后他 另外一个我们邻居在邻居 他九点也起来喂牛 他也没有注意看说有两个牛头 他就说就想到奇怪 到那个邻居到他们家座 怎么今天都没有人 没有人来啊 那有人就跟他说 那既然你家没有去 不见了 然后他说 你们家 你们家有没有发现 你们家牛舍有不一样 他还没注意晚上说嘿嘿的 然后就回去 他说我赶快回去看一看 真的两个牛头 然后他就说 叫我爸去牵 回来不得了 结果又被打了 所以说这几年都很 然后这一头牛呢 2015年去年那个前年那个 初离的台风就倒下来了 因为他是用FRP 那最近又把它组合起来 好 那这个牛车是这里最热门的 每一个人啊 或是小朋友来这边教一教训 一定会那个 那他 做了两个 两个那个牛车 那这里这个 也有很多古田布 你们来看 那是因为这边是乡架 所以他是用做一个快 那个农架的异象 像这个猪啊 有没有猪舍 小猪 小猪仔 有香肢探 然后有香肢探 咬 这是一般的我们比较 文山剧也蛮多的 那香肢探 因为要烧七天七夜 所以他有一个 有一个夜语 说 紅 五 七 八 就是先生顾晚上 五 五 七 八 白天 紅 五 七 八 七 八 两个人整百度都坐一会 就是七天七夜都没在一起 当然是肚子都坐 所以你看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 不是用那个香肢探去烤肉了 可是你看香肢探 要熏七天七夜才能 所以不懂 好 那整个张树步道 是全台北市 第一条平凡式的步道 就是也就是说 它可以推的 你推的 所以走起来是满自然的 茶叶 那这个是他们用 鲁平花当做绿肥 有一部电影叫鲁平花 中造这些 那就是说 这个你都不吭农药 所以 生态也非常丰富 那这边有一个生态词 那 所以一般 大大小小的人都蛮喜欢 像这个我特别在那边等 就是有一个 他推他爸爸 你看连这个 五一都可以上完 那这边就是 大家都会在这边休息 那这个 这里本来有三头牛 结果都淹死了 然后今年它 因为沉下去 它把它抬起来 又漆那个防水漆 所以我是觉得 看起来就很假 这样子 那今年这里的鲁平花开得很漂亮 我们大家看后面 春年的时候 这边的鲁平花也开得很美 那整个那时候就是这里 一个孙态词 现在就这样 你叫一下 那这里有个 招数步道就是 这边有种风 风树 风箱 有种清风 也是铺 一些石块可以透气 透气 可以透水 所以这里是 就是尽量 比较接近自然的方式 那一心两叶是最好的那个茶叶 那这个大概是 前一年的十二月左右 鲁平花都失灑下去 然后要等到二月底就慢慢长 那因为它的叶子是雨状 像一把伞 所以叫雨扇动 那我们鲁平花是用它的英文 就是发育怪的 叫鲁平花 那鲁平花开的时候 这一层一层真的是很美 那它的颜色有很多种颜色 不过我们台湾人 就不太喜欢白色 那什么那个淡淡蓝色也不喜欢 所以重来重去 最后最受欢迎还是黄色 所以整片都是你看看 不过现在 因为这个 这个是人家的茶园 那民众就是 兴趣把他采了去 所以今年那个 那个农夫就很生气 就说幽造了 就是说 本来是在旁边造就好 结果他们都 就像我们去台东一样 那个慈善 跑到人家田里面去 那所以说 这个也是需要教育的 就这样整片 这边就 指南风大小宝贝 那这边有个古田棍 所以蛮美 那因为我们天然的那个绿菲 有变化绿菲可以固淡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施展化学肥 那化学肥其实很多 被产生很多硝酸 硝酸盐 所以长得快 可是呢没有充分的 瓶荒有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买的菜 可能很快就烂掉了 对不对 以前可能可以放好几天 而且口感吃起来 就是有那个味道 现在的菜汁吃很嫩 然后可能买个两三天就烂掉了 就化学肥就烂掉了 那这里的四眼 走张苏步道四眼非常好 可以看到的 是在口里里面 然后图圈搓 当然可以看到我们的 用这样的标志 那那个有变化 开的时候刚好是春天初期 所以说大部分是蜜蜂来送的 那蜜蜂虽然是很厉害 可是呢 这里有一支三兔花珠更厉害 它的颜色很接近 手珠带风 所以就被注射一针 然后就昏了 所以说你看看 因为它没有喷洒药 所以就蛮多很自然的 生物多样性 那蜜蜂是吃荤的 它是吃那蜜蜂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种自然吃饭 然后呢 吃饱了就结婚了 这就是蜜蜂 蜜蜂就会 让整猪 那个子猪吃完 因为它直接 把那个口气 刺到那个导管里面去吸收 它很多的营养糖分 所以它会分泌很多的滋液 有没有 我们说牙蟲是蚂蚁的耐牛 乳牛 对不对 因为它吸了太多糖类 如果排出来 它就会有糖尿病 可是它排出来的 算是它的排移 可是竟然是蚂蚁的蜜糖 所以说 其实每一种 每一种生物之间 就是其实有互相需求的 那这个就是白色的 数量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人不太喜欢 是蓝色的 那这个是可以旋转的谷田棍 就是因为这边是农家 这不是真正在储存的景观 小朋友也都喜欢 那这边 因为是很多的水田 梯田 所以现在又重新种新的那个 小白笋 那上面比较排水好了 就种茶叶 下面积水这样就种了小白笋 那小白笋上面有很多的那个 满姜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 会不会 抢那个小白笋的营养呢 你们觉得 会 多多少少 你讲的有一种怀夜瓶是不是 我是跟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 那那个满姜 竟然也有孤单作用 那你看看喔 那如果长满了 是不是就比较不会长杂草 那因为它是长在水面上 并不是 并没有遮 并没有超过那个 小白笋的指示物 所以对那来讲 他们说是很不错的 这样讲 这可能还要做一些研究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 旁木残植 台湾有两种残植 一个是黑光残植 另外一种是旁木 这是台湾特流种 所以说 如果我们一直在喷那个除草剂啊 什么这些人都死光光 还有很多的中国素材 那你看 就是一溪一溪的那个茶园 那这个都是我们公子在的 最近就刚好在采 那其实每 每年采都是这几个 乌尼桑乌桑 已经没有那个 台湾姑娘 那就是互相换工 就是现在是做农业蛮辛苦的 年轻人比较少 那猫工的年轻人都是在开 开餐厅 所以没办法 所以你看这个 他们就是 至少是这几个 那 那2003年我们就是在猫工上面 有培训 就是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自己 就会一些比如说 堆肥啦 所以乌尼桑乌桑在这边有开 自己做菜自己吃 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现在都市人 其实接触田野的机位 真的不多 所以这里 这样一学起 学费就三千块 大家还蛮强迫的 那水源不缺啦 这个旁边有那个王爷葵 就是家乡人葵 秋天的时候就开花 这边就很多很多的花 所以整个是一个花絮 这就卸掉就是东西 那这个 一般我们用这个当中药 就是天然的 春天的时候确实是最美的 很多人都到这边来 来走 那现在猫公开了新的 那个休闲的餐厅 就是这一家 在路边 天气好 他就会 几乎都做完 因为这里的景色非常好 猫碰闲 那他的走道做得不错 就是说 他这边有碎石 你可以透水透气 基本上这里的环境还算是满自然 那现在 就是在这个地方 目前就是这个猫卵附近的餐厅比较夯 那早期是整个猫公很多茶园大家都会去 就自然包卵盖以后 只有这个附近餐厅可以维持 其他地方几乎都关掉 然后呢 就在这边弄一个美食区 所以说你吃了两根香肠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逛 所以这个环境 甚至你环境就越来越很乱 这个是 那这个就是一星两夜的一个观景台 从这边上去就是德高里 就格安尿的古道就是平民 来到木杉的地方 然后这两只那个有病猫 所以说你可能猫公走一走 然后也吃了香肠 或是说到一些地方去吃一些茶 茶的茶餐 像有一家大茶屋 2010年那个猫人富士 那我们就想说 那时候刚好要办那个花博 那总是观望重播局就说 看看能不能设计出一些特别的 那我们就上赛了 跟一些比较年轻的那个餐厅 因为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创举 那就设计一个叫做花博餐 其实它的那个菜是有一些 比如说茶叶的 还有花做什么的餐 比如说有一种玫瑰花跟虾子 然后茶炒饭 或是茶鸡 不是 那这一套我们持续大概吃了两年 他过了 那现在可能去你讲花博餐 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跟学生就学员讲说 你们去就点花博餐 那当然你可以坐猫人下山 那猫人现在就是说 现在哈喽基地可能最夯的 到处什么都来哈喽基地 其实那个火车火车上那个都被他偷走了 那各种造型的那个车厢 都很受欢迎 如果说有一些人可能他没办法一整天都走完 那可以到游泳公车 所以说游泳公车有好几条线 所以到在一天之内 就是都在山上那绕来绕去 不会下山 所以说如果走累了 也可以坐那个游泳公车 你们吃积累价格 九里半 九里半 这样讲有没有什么 疑问 对 对 对 他是猫瘤断层 那他现象是安全的 会有潜在的危机吗 是啊 是有危机 可是因为 当初盖余 就像说民伙六十四年那时候 正在要淹水了 他每一次下大雨就淹水 那那个蒋米伙 洗了淹水就来了 他就说 那怎么不往山上发展 结果 谁知道一上去 要开始做一些规划的时候 原来那边有一个心电断层 前面心电断层 后山有一个湾潭断层 下次里面走那个 走后环山路 因为那个断层砖 我不知道为什么 常有人把它推倒 那我那天经过 又把它扶起来 把它弄正 因为你这种东西 一定要让民众知道 据说 这边有断层经过 那我们那个断层砖 有时候是被碎一样 我是伯友 本来是这么高 对不对 那伯友越扶越高 就不见 所以说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边有断层 因为你看猫风断层 T16打住那边 就是在那边经过 然后心电断层 从石定下来 然后歪反断层 从这边移入到暗坑去 所以说 整个三个断层交叉 你说这边安全吗 所以说 其实最不安全的就是 西侠山庄南附近 因为他刚好T16打住在那边下来 所以有一阵子他们在抗议 所以这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刚发生的时候 有些学员说 那怎么办 怎么房子都买了 我说没办法买了 这就随时注意吧 因为政府也不可能说 在盖一个地方给人搬迁 那他确实是从那时候 开始一直在做加强 所以现在你如果做猫风 那个中十五二十小时 你就会看到整个環山 石南路 石南路那一条就是 民国五十三年全村挖出来的 那个旁边都一直落实 然后一直在加强 人工坡坡坡 坡地的那个水土坡市 所以说 他当然不会让他倒 你如果从石南路那边看下 你就会发现很恐怖 他那个这样斜这样 其实我真的不太想搭 可是因为每一次有新的活动 我就是一定要坐在第一个车厢 然后再来是记者 在第二个车厢才是局长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会新来是会盼望 就是有时候风一大摇得很厉害 所以他打雷也停 然后风力太大也停 所以难怪会赔钱就是这样 然后那边 你看光是那时候 2009那时候光是停 那个垮了以后 停了将近一年 所以说 我那时候一直想说 干脆不要再行死了 可是既然荒野都成本干 应该会继续让他 对 对 反而就是 因为漫风以前茶区 就是有九年那个李登卫当市长的时候 他把他变成全台湾第一个光光荣园 也就是说 以前的茶是仲介来买 然后再送到大大湖去卖 对不对 现在不是就是说 既然民国五十三年已经开了这条路 然后呢 后来又变成产业道路 然后又来 民国六十三年就小时工车上来 那再来就是 民国七十六年 李登卫就带一批记者上去 然后就大大宣传 那就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我可以现在喝茶 那既然我来这边喝茶 那我可以看到你做茶 那我就直接跟你买就好了 就不用说 然后经过一手 所以那时候民国七十六年以后 整个猫空的茶叶才慢慢起 那当然是他茶区就分散各地 那所以说 每一家每一家有自己的特色 可是现在猫染盖了 然后都是外来客 那他也不知道该去哪一家买 他就在附近 所以说靠近猫 猫染站的附近几家 就生涯了 可是那有好几家也不是当地人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可是观光传播局 他们一直要冲人次 就是说他每次都要做业绩 就是一直要问我说 怎么样才可以把人冲多一点 可是他本身限制也蛮多 第一个交通 他不可能让路客说一台大车上去 他最多是那个十五人做 然后你那边保护区也不能盖棉树 所以说其实这种东西是小而美 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大坑小坑 就是其实很多坑坑 文山区有很多坑 什么福德坑 密婆坑 什么坑 坑就是三谷地形 所以是如果从子南宫 那比较小的坑 三谷水比较小就是小坑 那通通是从二谷山西下来的水 好 以前的猫空 为什么叫猫空 这个笔 喵喵 所以这个是 没有这个字 是谷地气 道工年 道工十七年的地气 那因为没这个字 我就把它写出来 他是用手写 这个笔 一个喵喵庞庞 就是喵庞 其实有的是讲喵 那个浮穴 像被猫抓 猫抓过的 好 就是这样 这个因为整个河道是岩床 然后岩石有软的硬能 那长期几百 几万年来这样水 大量的水这样冲 把软的冲掉 硬能留下 就是这样的浮穴 如果你们有去做平溪火车 那个大火 就北部应该算比较最大的 然后再来就是暖暖 这两个 其实那个 你去史丁那条溪也可以看到 那个崩山溪 比较小 那其实这 猫空 它这个 狐穴的范围 很大 可是就是因为 猫空这个名字取了以后 然后 用猫染盖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地方很特别 不然的话 其实这一遍也没有什么 没有很多人来了 那因为水量很大 所以要常常这样冲刷 一个洞 还有洞里面有洞 那因为就是一个洞有积水 很像一个米湯 装水的 所以就叫酒米湯 那你看看这个还有一个 台湾地形 冲刷是一个台湾地形 那这 如果这样怎么看 这是眼睛 这个鼻子 对不对 然后呢 下游 中下游 这边有一个落差 因为这边是断层 断层就会有瀑布 所以说 就是有些人把它弄水 空了 就变成双喉盆 原来是一大面 这样子 一个瀑布下 那常常有人在那边冲水 好 这个是大空心 整个沿途也都是自然的 大石头 水量都很大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 那个小空心舞球步道 你看看 它的发源地在这边 然后你看看这个南宫的 这边是很清晰这个柱子 其实最可怕就是这一段 因为这边整个动向 所以 指南宫缆车到猫缆车 中间没有在 因为整个是三 就是大空心 所以指南宫这边是大空心 跟小空心分界 看看 那小空心 我从上面这样拍下去 然后留到这一段 那以前这边都是梯田 那现在变成那边高级住宅 现在通常被高级住宅了 所以这个山坡地 就是这样被破关 那这里小空心这边就是 晋升大光碗 最后有一个清水平盘 然后你看 这个 这个 鱼梯是用 还是有 用一点点的水泥 然后固定 所以不能用 不能说是它是生态工法 那整条溪流做了很多设置 就像这里面写的 对不起 从这里开始是起点 那如果你要进去 又从正大一间 三十六巷这边进去 那前年有做那个人车分道 所以像走前半安全的 因为这边车子是蛮多的 因为里面有正大附中 正大附中 95年成立以后 这边的房子越盖越多 然后呢 路还是只有这一条而已 所以常常会塞车 人车分道 铺设的 我觉得不是很好走 那这里是入口 你看 这是在民国八十八年六月完工的 可是民国八十八年的九月二十一号 发生一个九一堤震 对不对 那很多 那个水泥的 河油三边光的水泥的那个河川 通通几乎都裂开冲 冲的几乎都毁掉了 可是这一条 这一条 溪流竟然越来越坚固 然后圣态越来越丰富 因为石头与石头之间有缝 因为摇晃会越来越烤的链链 然后那上游 还有旁边还有一些迷茫家 所以说 基本上还维持蛮好的 那坐了圣态的那个文学部 大家前面有一个景观 那因为这个很多是福音色赞助的 所以我们有设立一个这个纪念碑 也写了一些诗 这个就是用雨梯一阶一阶这样子 那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工桥 你看 你看 那有座清水的阶梯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休息 留下来清水 那可以观察水中的生物 然后做一些判断这个水子是好 那不好 是蛮漂亮的 那比较特别是前年 既然这边房子盖起来 就刚好盖在那个溪边边 就有点有点不可思议 就说这个法律不知道是怎么定的 好像不是要离五十公尺吗 是这样吗 他完全贴着这个溪眼 所以这个怎么合法 我都不晓得了 那这个树 因为龙眼树 因为很靠溪流边 所以它长了很多绝类 其中这个山树 山树它的那个叶子很像 怎么像猛禽的草 所以我们就说 是用一种叫做鸟草菌 那这个自然长的山树 跟我们现在吃的大部分都是人种的 所以这一棵 食物本来还没有怎么样 可是因为这个房子盖起来以后 才开始慢慢被破坏 好那这里曾经那个风隙护雨 因为有一阵子 梅连馆还是会来捞雨 所以说有风隙过它 那虽然有写说禁止钓鱼 可是我还是有 因为这里没有人在学 那这个就是雨天 它是依据它自然的一个曲线 来设置这个雨天 那整个铺面呢 也用比较自然的 像一些石板 然后让雨水流下 可以顺着这个雨 那个石板的缝隙 自然流到这个小关系里面 那我们用那个雨水铺到之后 就设置一些生态解缩板 比如这边构树 那就写一些构树 是台湾的很多梅花露 喜欢吃的 然后曾经在百合兰时期 我们要输出的那个梅花露品 因为有这么多构树 所以才有这么多梅花露 不过我在想 应该我们 这里吃构树的 我偷的人应该不多吧 没吃过 这个实在是很好吃的 在这里 这个北部可能比较晚一点的 它的果实像叮当 对不对 所以叫当当树 这个是 这是一个果实 这是一个果实 所以上面整个是果托 那这种树呢 通常长到哪里 它是一种仙气植物 就是那个荒废的 阳光很强的 长最多的就是树木 所以以前像我们放牛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树子 大家都养牛啊 所以没地方放啊 所以比较没有人去 比较就是树木去啊 我们那个增袍啊 那边有一片树木 下面 比较入口的地方 比较有钱 那个树木就是比较大 然后有种果树 那我就常常 那一束架 都要放了 就很热的要死 又没东西吃 又口渴 这个 这个汁最多了 对不对 然后就把我们家生油 就把他绑在那个 树木前面那个 造型的那个柱子 那我先去跟他拜一拜 说 你这个芭蕾怎么吃呢 然后 就是先跟他讲一讲 说反正他那个 他的水果 没有 没吃也是会掉下来烂掉啊 对不对 那我就说 我没有水啊 就吃他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整个暑假都吃这个 因为整个暑假吃了以后 他这边 我去看古籍 他上写 他说那个 吃多了会骨肉 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奇怪 为什么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我走路走路 常会跪下去 那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回事的 因为几乎每天 每天去放流都会吃这个 实在是 可是吃多了会 我也会不舒服 我在想应该是天然东西 有很多的 像草酸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 可是梅花露是吃大的涅子 不是吃过的 所以梅花露没有 没有腿肉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东西 如果你单一的一直吃某一种 我是说我们的环境里面 只有一种色物的话 其实是不太合适 所以要多样 或是说像我们那时候 在台大推天天舞蔬果 台大农场 就是每天要吃五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 当然不同种 所以梅花露也不是只有吃那个构树 因为你下次有机会去看那个冬元 他也会给他吃蟹蟹 蟹蟹又叫鹿耳草 翻成台语也是鹿巴草 对不对 那构树也叫鹿 鹿仔草 台湾话也叫鹿巴草 所以台湾很多地名像鹿谷啊 家里就鹿草 鹿草香 就是说鹿喜欢吃的这种草 就叫鹿草 所以鹿是全台湾古时候最多的动物地 像这个山羌是最小的鹿 你看这里有那个构树也有写头 你专门去看一看 那你看这个到处都有 像那个基督台湾第一个人 在16030有一个人 他到台湾来发现 哇 台湾真的是入了天堂 所以说我们很喜欢 有些 mention 这个上面 加关进入梅花路 那因为其实 日本韩国都有梅花路 那为什么特别喜欢梅花路 那当初荷兰石器输出最多都是 就是日本 因为那属于战古时期 那鹿皮呢 这个可以当 就像现在的防弹衣 以前是防剑衣 防刀衣 防什么的 可是 那时候台湾的梅花路刚好鹿皮 是荷兰石器外汇 可是我们就没有赚到 所以我们很多门城上面就会 鹿 然后另外一只蝙蝠 浮鹿双全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蝙蝠 可是我们在乡下就很喜欢蝙蝠 因为它会吃虫 好 所以你看全台湾很多鹿 鹿的地名 像台北市北东南的鹿江坑 然后鹿港 鹿谷 还有鹿草 还有鹿野 那现在也去年那个 台大伍是出一个鹿明明吗 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是一个果实 这个才是就是它的整个吃起来 我是整颗都吃进去 吃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种子 那不过有时候吃了会拉肚子的原因是 因为这种蚌蟹叠 它通常会吸吸大便 吸吸又来吸这个 可能我刚好就吃到这个 所以有时候 今天吃没拉肚子 为什么 有时候吃就会拉肚子 然后后来才发现 哦 原来可能有时候 然后呢掉下来的 如果发酵了 那个蕎蟹蟲 就吃 你知道 这个发酵过 好像有一点酒精 就发现它吃了这样子 那蜂蜂蜂一醉 就是 可能喝醉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味道 它反而不是喜欢吃那个新鲜的 它喜欢吃掉下来的发酵 所以满地都是蕎蟹蟲 什么骨头蜂 然后呢 平常吃的会互相打打进 不会 它会在那里吃 然后大家吃的 吃的很嗨 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树 它是雌雄一珠 另外一种小过树 雌雄同珠 最近也在开花之火 那整个 不断你看看 这个石片 就是会有一个缝隙 那下雨的时候 它自然有着 自然沿着这个 然后流下去 所以 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 有胜的地道 那这边有很多的虎甲蟲 在地面又飞又跑 它是吃虫的 因为有八个斑 很凶 很凶 就是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有火斑 那吃的 吃下又很凶 所以叫虎甲蟲 那 因为这个 所以还是有一些 工友 工友跟私友混在一起 就是 日然到外面是 私友 所以它种那个 竹子 有时候会 多多少少少会 灑那个化修灰 它虽然 它虽然 有一些 它在已经侵犯到工友地 已经贴这个 可是它 也没有 强制把它挖掉 所以还是理解 不要去照 那这个就是 如雪葡萄之后的标点图 就是 这都是一字 那春夏的时候 樱花开得蛮漂亮 这边我们现在去多云 所以说 也 樱花有时候 像今年就开得不太好 不是水 樱花其实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杂交种 已经不是原生种 所以 如果 像今年蜜蜂 下雪已经凍死了 一批了 那现在下雨 又多雨了 所以说 南部的 那个 龙眼 地支 可能今年会 收成不好 接下来 龙眼蜜 可能也会少 所以今年的 其实很多物价都 上涨不少 好 那 那我们现在好像全台湾 几乎三月都 不是除了蜂猫组以外 蜂蜂 现在很多台北市很多里 里长也要生起种樱花 我是觉得 应该要多种一点 我们自己的衍生种太多 好 那樱花因为 因为它在冬天 春天初 一定在很 海很寒冷的地方 时候开的时候 叫非寒� 因为它开花的时候 像不像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多雨 水是这样排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跟日本那个 有一些杂料 所以叫三樱花 真正的樱花是非寒� 还有我们的特有种物色樱 不过物色樱 比较偏白 好像不太好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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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就是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很灿烂 然后时间很短就很训练 所以日本人把它当过花 武士道精神 看在水面上 所以日本说我是说 生死微风死亦壮烈 所以他们把它当作那个花 櫻花确实是满美的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种一些 除了我们人欣赏以外 然后是不是也可以为大自然留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喜欢种一些重瓣樱花 花欣赏完了就没了 可是如果我们种单瓣的原生的樱花 它还会结果结果之后就有鸟类来吃 那是不是大家都受力了 那当然绿秀妍最喜欢的 他出了之后说可以细花蜜 然后他把草竹在这边 然后另外也会有很多重瓣 对不对 小宝宝就可以吃了 像这是在我们家窗户外面的山姿 他什么时候在煮草我们都不知道 只有一天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午后雷震里叫我 我一直去观窗户 他说 他怎么三次在那边 然后叫我趕快去拍照 结果我才按了第二下 你知道 你看看他们三个多聪明啊 他们两只像那边 这个像我们家窗户 结果我还推开一个小洞 镜头一对 然后才拉那个镜头的时候 他本来眼睛闭上 这是哑成鸟 然后再打开了 然后我按第二下的时候 你知道他身体就 嘟嘟就一起 嘟就被找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 这两个看前面 这个看后面 然后身体这样子整个紧紧的 所以多聪明啊 还有你在那时候在 因为每只鸟其实都熬熬代 所以整个隆虫 就是一直在抓虫 你看看 导在我们家 我们家在星农路路二段而已 不是在山里面 只是我就种一些像杜猴 杜猴是因为我有一天 要养一个鬼岩天的 那我养昆虫 是种一颗活的 Connecticut 我不是说采農商业 然後長大就一群這個人是同一家小孩 就回來我們家 然後就覺得說蠻快樂的 那櫻花上面最多就是麗秀人在吃花 那也有菊威蟻 這個不是蜂巢 那個蟻巢就是它中間有柱子 蜂巢就是垂掛 所以常有人就啊 蜂巢 又下了妖嶺 然後這個蟻巢就像這個蟻巢有沒有 頓壯葉 這個就是 它另外有名叫鹿鵝巢 那因為它蟻巢就是因為它的滋幹 它那個折斷會有一種滋意 然後會氧化隨便同生就在洗頭 頓壯葉 上面有一些蟲蟻 大概五月的時候就會很多的黃冬被存下 背面 你下次有機會看 它們產卵就是那個 離雞 集合圖形 就產一堆 它們就會看到 這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我們沒有噴農藥 所以在整個環境裡面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一些水生蜻蜓 水生蚊蟲 這個是蜻蜓 蜻蜓的蜀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是蜻蜓的蜀 這是豆糧 看一下 豆糧是分開的 蜻蜓是連在一起的 那我們很多生活上應用像這個 就是應用昆蟲的蜀 蜀炎 把牠們翅膀再開合起來 這鋒 這是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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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做那種飛機也是 這個是蜻蜓的翅膀的結構 裡面是空的 所以我們的記憶就是用這種原理 那蜻蜓 牠也會吃很多的蜀蟲 所以牠是異蟲 那這裡水質很清澈 所以有這些比較指標性的蜀蟲 好 讓大家看一看 時間有限 這是大鳳蝶 大流魚鳳蝶 吸水 這是像那個猛禽的眼睛 乙太 那我們用那個蝴蝶的翅膀 發展出太陽能 就用這個原理 就是 那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昆蟲 要有蝴蝶 像這個顧柏玉 顧柏玉 顧柏玉 你看野外 你看 折一久就可以當水瓢了 多好 所以我們盡量要對環境有散 那這個是白寒樹蛙 這個很像機關槍這樣 不過牠喜歡穿那個網狀絲襪 都停在那個整個顧柏玉上 這邊很多 好 那廠當然也不少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帶那個 今天到了嗎 我沒有帶那個 本來想帶自己帶筆記電腦 可是因為搬很多東西 要給設大 所以 我覺得裡面設定很多昆蟲 動物的生意 希望就是說以後如果有機會 要來關門之後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分享 謝謝 旁 importantly 忘記的 牧 Sunshine